这个男主真诚最高 从小就喜欢看漫画 但家人对他将来的发展 永远都不会提到漫画 从读书开始 大人就会问孩子将来想做什么 每到这里最高都会回答没想好 其他人都觉得去好的高中 大学、公司才是最好的出路 平凡的生活才不会被指责 最高为了不给家连天麻烦 每天都照常上课 但也没有对自己抱有太多的期待 毕竟就算进了社会 能进顶端的 也只有从学生时期 就能获得高分的家话 不负期待也就不会失望 就这样的心态过了14年 其他人说 人生最大事件最有意义的就是恋爱 但在最高探来 那只是想找对象的复兴汉的说法 对于有喜欢却说不上话的最高而言 恋爱只是让人苦闷难过的东西 最高暗恋班上的亚斗 上课都忍不住偷偷画画 他拒绝了和朋友一起出去玩 回到家准备复习 却意外发现自己的数学笔记本忘带 虽然没有笔记本也能复习 但他不想把画了亚斗的本子留在学校 结果刚到教室就看到了夜神月 而不是同班年级的第一高木丘仁 最高大青 难道自己喜欢亚斗的事情暴露了 夜神月 丘仁让他不要那么紧张 毕竟又不是死亡笔记 丘仁说他坐在后面能看见最高画画 并且发现对方把本子留在了学校 也知道对方肯定会来拿 所以故意在这里等他 丘仁说亚斗平时在学校比较低调 但论颜值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他知道最高喜欢亚斗 并且还说亚斗可能也喜欢最高 因为他坐在最后一排 最能看清楚 不过也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 而是告诉最高 自己可以把本子还给他 并且保密这件事 但他有一个条件 最高以为他想让自己放弃亚斗 没想到丘仁却拜托最高 和他组队成为漫画家 最高震惊 你一个年纪第一 竟然跑去当什么漫画家 丘仁表示 自己没有成为厉害人物的目标 但他又没有进入娱乐圈的外貌和唱歌条件 也没有特别高的运动天赋 可是他有厉害的文采 而最高有绝佳的画技 所以他肯定要画漫画呀 文采加上画技 最高也觉得很有趣 大概 最高觉得自己无法成为漫画家 因为真正的漫画家是天才加上赌徒 漫画家指的是 只需要靠画漫画就能吃上一辈子的人 每周都会有人气连载 没有人气 十周就会被腰斩 运气好 都是有连续销量单行本 那也只是赌徒罢了 可以吃一辈子饱饭的 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一而已 十万里面也只有一个人或许能成功 他的叔叔曾经也是一位漫画家赌徒 求人立刻问最高他叔叔是谁 最高以为他不会知道 没想到听到名字后 求人发出尖叫 竟然是小时候看过的超英雄传说的作者 他小时候可喜欢那个漫画了 求人觉得最高有那个基因 准备拉他一起画画 可是他又记得那个作者画方特别烂 这个基因好像又不太对劲 原来是一个画面不好看 但剧情好看的呀 这不是万老师吗 求人表示赌徒也没关系 就像中奖不买彩票 怎么可能会中 画画也是一样 不去画漫画 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成为漫画家 最高沉默 因为叔叔也是这么说的 求人把本子交给最高 告诉他先尝试一下 最高说你写作文和故事是不一样的 求人表示他知道 因为之前写作文都是考虑过 沈和的爱好对症下药 如今沈和老师改成出版社和读者就行了 最高让他去拿个文学奖就行了 实在不行还可以直接投稿 如今也有专门的说故事的部门 求人问最高 将来打算做个普通人吗 最高说自己对将来没有想法 不答应 或许是觉得麻烦 求人听不到这话 他劝最高 不要这么荒废目睹 最高说他初三就决定梦想才是一类 求人表示 梦想就是要早一点去实现 大家就是因为决定不了 才这样拖拖拉拉的活下去 自己和最高组队绝对可以成功 最高表示自己会回家 好好考虑一下 不过答案很有可能是拒绝 但求人很开心 能够考虑就好 哪怕被拒绝也没关系 看到这样的求人 让最高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他小时候也想成为漫画家 叔叔表示 画漫画其实就像赌博 而他画漫画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 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喜欢的女生 两个人一直到毕业都没有怎么沟通 但毕业的时候 女生给了他一封信 说要双方好好努力 然后上了高中 两人没在一所学校 但一直写信来往 不过高中之后 女生上了一流大学 进了厉害的企业 而叔叔上了四流大学 但他还是很喜欢那个女生 为了获得对方的认可 叔叔尝试成为漫画家 不对方却成了社长秘书 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 而他却是一个连载 随之可能都被腰斩的新人漫画家 差距越来越大 好不容易等到自己的漫画动画化后 对方却已经嫁作他人妻 虽然自己的恋爱已经夭折了 但是他的努力 确实有女生的鼓励 结果在两年后 叔叔去世了 似乎是太过操劳 还背着债务 超英雄传说完结后 叔叔又连载了两部漫画 结果就是都被腰斩 表面上是操劳而死 但最高认为叔叔应该是自杀 抱着梦想无法实现 这太残忍了 最高决定平凡地活下去 母亲进来 发现最高手上还拿着游戏机 骂他明天就要考试了 还在这里玩 最高更加省 觉得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指指点点 此时丘仁突然打来电话 他表示 自己要去亚斗家告白 并且让最高赶紧过去 最高人都骂了 哥们儿 你不是在整我吧 丘仁却说他挺喜欢最高的话 怎么可能整他 原来丘仁调查过亚斗 并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 硬生生地把最高拽到了亚斗家 暗门令之前 两个人都紧张得不行 结果亚斗的母亲听说丘仁的名字 立刻意识到 他是年纪第一 然后就让亚斗出来见面了 亚斗看见最高 两人对视一眼 竟同时害羞的移开视线 丘仁就知道自己成败犬了 他来是为了告诉亚斗自己想成为漫画家 因为他从亚斗朋友那里听说 亚斗打算成为生优 因为亚斗曾经把自己的录音给负责人听过 对方也夸亚斗很有天赋 随后 丘仁把最高推了过来 让他也说点什么 面对女神的目光 最高下意识地上了丘仁的贼船 他说自己是作画 丘仁是原作 亚斗很高兴 觉得这样绝对能成功 最高直接放下大话 如果他们的漫画能够成功 希望能邀请亚斗做生优 亚斗很高兴地跑过来 说他一定会努力成为生优 为他们配音 此时最高想起叔叔说的 想成功后和喜欢的女生结婚的话 他脑子一抽 张口就说 如果我实现了这个梦想的话 请你跟我结婚吧 话一出口 三人都傻眼了 求人被最高给震惊了 亚斗更是直接吓得躲回了门内 就当最高以为完蛋的时候 亚斗竟然通过通讯回复了最高 他表示自己答应了 但是在实现梦想之前 他们尽量不要见面 通过手机不想鼓励吧 求人感觉自己被拉上贼船了 表示一定要成为第一漫画家 最高很冷静 他说龙主海贼旺在前 他们是不可能成为第一的 而且他也不一定要和求人组队 但是为了结婚这个目标 他要努力 放完狠话 最高一整晚都没吹着 第二天吃完早饭 最高还在想着约定的事情 母亲却说求人来接他了 原来机友也是真爱嘛 没关系的 一夫一妻日嘛 我懂 两人都已经开始互相叫外号了 上学路上 求人主动提起最高的叔叔 他从父母那里听说 对方三年前已经去世了 不过他并不知道 那位叔叔就是超英雄传说的作者 求人好奇是什么情况 最高说对方已经失业七年 漫画家本来就是加里敦 死掉也很少有人发现 但是加里敦七年 不论是过劳而死 还是自杀都有可能 看得出来求人犹豫了 不过最高已经和亚斗许下约定 所以他要成为最强漫画家 求人表示他当然要干 而且是他先拉着最高画漫画的 最高表示是亚斗给了他勇气 连来到学校 求人还缠着最高要画漫画 此时另一个妹子走到求人面前 问他今天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 据说初三医学期的考试 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成绩 不过求人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此时亚斗也来学校上课了 但真如那晚所说的一样 连和最高对视都没有 最高胡思乱想 根本坐不住 最后卷子写了一半 他就申请交卷去保健食堂 看到这一幕 求人也表示自己 昨晚熬夜学习太累 要去休息 并说卷子已经全部写完了 这就是学霸的降维打击吗 求人也不是去休息 他是去找最高问情况 最高表示 他和亚斗待一个教室里 就心跳加速 给求人都整笑了 最后两人差点被老师赶了出去 意识到这里不好说话 他们立马开丢 悄悄跑到天台 听说两人还没有拿到联络方式 求人本来想去帮忙要 但最高却拒绝了 因为这样显得他很没用 但是他自己也不敢问 能这样简单说上话 自己就没那么痛苦了 求人感慨 最高果然很喜欢亚斗 求人挺喜欢他们的事 其他交往的人 一弹上就会到处撒狗粮 比起那些人 求人更喜欢他们这种暗恋的宠爱感 求人表示 其他人都不知道 最高喜欢亚斗 所以最高可以找他这个 唯一知情人诉苦 这样他们就是好机友了 不管是漫画还是恋情 都可以努力哦 最高问他不回去考试吗 求人表示 没问题 绝对是满分 他的成绩是他的退路 毕竟求人也不敢保证百分百成功 最高突然问求人 是不是觉得班上的其他人都是笨蛋 又问他 认为脑子不好的人 是不是成为不了漫画家 求人点点头 漫画家也是需要头脑和灵感的 但他并不认为 学习成绩好就是头脑好 虽然和最高同班不过两个月 但光看就知道最高是个聪明人 所以他才会找最高答话 而且最高会问出 觉得班上人都是笨蛋这种话 相信最高肯定也这么想过 求人表示亚斗也绝对是个聪明人 虽然很可爱 却不会特意引人注目 又文静又优雅 这不是他特意表现出来的 比起很会读书的言赖 亚斗就聪明多了 从亚斗家的环境就能看出来 他是被眷顾的人 亚斗的品格是多方面所造就的 不论是家庭环境而言 愿意站在梦想起点的 只有爱做梦的笨蛋 当然也有不沉迷于做梦的聪明人 才能成功 总之他们得好好努力 最高突然叫住丘仁 他说自己可能会和丘仁组队 因为在刚才聊过之后 他发现两人三观很接近 丘仁的故事也挺有趣 不过丘仁得拿出有趣的内幕才行 丘仁问他还继续考试吗 然后又问内幕是什么 这下轮到最高傻眼了 之后考试 最高没有发现亚斗 其实还挺注意他的 报学后求人问最高 他的父母是不是反对最高当漫画家 毕竟最高的叔叔还没确定 是不是自杀 除了这样的事情 家里反对也很正常 最高表示自己会回去说服父母 谁家都会有这么个坎儿 一般而言 最高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 告诉给父母 而后母亲会趁他不在 传递给父亲 如果父亲没有答复 就当时答应了 所以最高以前很少和父亲沟通 这天最高刚回来 就看见母亲和爷爷在做菜 最高表示自己有话要说 爷爷主动腾出空间 最高说自己想成为漫画家 母亲立刻就反驳了 最高表示自己的高中和大学 都会好好读 如果大学没有出成绩 就会放弃 母亲问他 打算随便考个学校画漫画吗 那叔叔当初也是在大学出个道 万一将来 最高和他叔叔一样呢 最高表示 自己才不会像叔叔那样 他又不会自杀 母亲很生气 他说叔叔并不是自杀 而是太过热情才会出事 最高赶紧解释 叔叔太过操劳 为了画画把自己累死 所以他认为某种意义上也算自杀 母亲表示不行 他父亲也不会同意的 不过最高却拜托母亲 将这件事告诉给父亲 母亲犹豫了一下 晚上最高没等到父亲回来 他从书柜里掏出纸箱 里面是叔叔的漫画和手办 虽然是多年前的漫画 但回头再看也很有趣 自己趁着节奏 说出来想当漫画 但其实他内心一直想成为漫画家 叔叔虽然把自己累死了 但他留下了有据的漫画 所以最高下定决心 无论父母怎么说 他都要成为漫画家 这个时候 他盯到楼下父亲回来的声音 没想到没过多久 母亲就上楼了 最高有些紧张 答案竟然这么快 母亲告诉最高 父亲说让他去做吧 毕竟男人也有男人的梦想 看到最高突然哭了 母亲打算带他去找爷爷 毕竟因为画漫画 失去儿子的是爷爷 所以最高入行 必须得先和爷爷说一声 当最高找到爷爷说 自己想成为漫画家后 爷爷脸上没有一点意外 转身拿出柜子里的钥匙 让最高去那边看看 母亲没想到 这竟然就是爷爷的回答 原来这串钥匙是最高叔叔的房间钥匙 那里一直保持着他去世前的陈设 最高没想到 自己直接继承了一个工作室 爷爷说现在还没有到用上的程度 但早早准备起来是没错的 最高很激动 我现在能去看看吗 母亲说明天还有考试呢 而且现在已经十点了 但是爷爷却让他去看看 以前爷爷还担心 他会一直颓废下去 不过看他这样有朝气 也就放心了 最高高兴的冲出家门 并且立刻给丘仁打了电话 让他赶紧过来看看那幕 自己得到了叔叔的工作室 丘仁比他还激动 我丢 这还没开始就已经有工作室了 于是他立刻按照地址追了过来 看到工作室门口两人都有些激动 推门一看 丘仁轻压的发现 里面有好几套房 不是 全部都是英雄手办 而在手办后面 全部都是他连载期间收藏的照片漫画 门后面就是真正的工作室 入眼全部都是漫画 久违的回到这里 最高想起过往的回忆 房间内还存了叔叔的原稿 丘仁得到同意后 便开始翻看 而最高真正想让他看的是内幕 其实指的就是分镜和大纲 一般是先画处理分镜 然后交给编辑看 然后改到编辑采纳为止 改得好的才叫原稿 能够拿给编辑看 并且得到认可的人才能叫漫画家 而且求人还不能模仿叔叔的分镜 因为叔叔的内幕是搞笑漫画 求人必须得先写好故事 而且分镜还得匹配故事才行 也就是说 故事里有趣 必须还得有自己的风格 构图由最高来考虑 风格也会修改 求人只需要想出 让最高觉得有趣的故事就行 求人热血瞬间上来 决定去研究一下所有风格的漫画 最高说求人和他叔叔很像 他叔叔当年也是在投稿之前 研究了很多漫画 最后才拍板决定画搞笑漫画 最高问求人 他们能在18岁之前 做出动画画的漫画吗 求人回答没那个可能 但是生优在18岁左右就能出道 而且亚都很漂亮 在这方面就掺取了优势 求人表示要努力 毕竟他也希望两人能在一起 最高在柜子里翻出了很多分镜 其中的画成原稿的只有少部分 最高明白自己想错了 于是他打电话给父亲 道歉说一直以为叔叔是自杀 父亲笑了一下 他说叔叔绝对不是那样软弱的人 对方越是逆境就越咬牙坚持 一句丧气话都没说过 他真的把自己累死了 父亲说他既然要努力 就要一直坚持下去 在求人看分镜的时候 最高从柜子角落掏出一个纸盒 打开一看里面全都是信 看来就是叔叔的那位比友了 两人都觉得去看别人的私信不合适 但是那个八卦之心根本压不下去 于是抬头起事 他们绝对不会将信件的内容透露出去 结果看完信件后 发现两人的交流非常的纯情 就连喜欢都没有提到过 最高说叔叔决定打出成绩后再去告白 求人便理解他的意思了 然后最后一封信和前一封信隔了一年 对方告诉叔叔他将在一年后结婚 而在之前的信件中都没有透露过 求人觉得非常惋惜 因为从两人的交流中 看得出他们的关系确实不错 而叔叔的动画上映的时候 是在那位比友结婚两年后 原来叔叔一直都没有放弃滚漫画 两人在箱子底部翻到了毕业照片 看得出来叔叔真的非常纯情 连照片都不敢问对方要 两人打开照片 准备去找叔叔暗恋的女生 结果发现里面有一个长得很像亚豆的人 两人立刻判断 叔叔暗恋的可能就是亚豆的母亲 求人更是震惊 这就是DNA吗 最高和叔叔喜欢了长相几乎一样的母女 对方回应也几乎是一样的 那种通信和指发消息互相加油的思路如出一辙 最高表示也不能确定对方就是亚豆的母亲 求人表示直接去亚豆家问问不就可以了 他的情报网可大了 知道亚豆什么时候要上课 让最高去问亚豆母亲的救星 在上了一天课后 最高还是决定和求人一起去找亚豆的母亲 他们趁亚豆出门后才按的门铃 并说出了最高叔叔的笔名 并表示他们的目标也是成为漫画家 亚豆母亲非常感慨 并邀请两人进屋喝茶 求人的母亲也是为大美人 他非常热情地欢迎了两人 并提起了最高叔叔的事情 原来叔叔当年比亚豆母亲大两届 是柔道部的主将非常说谎言 两人在问话之前先对亚豆母亲道歉 毕竟他们私自看了两人沟通的信 亚豆母亲也有一些不好意思 担心当年信写了比较大胆的话 但其实当时两人都比较纯情 亚豆母亲说都是过去的事了 也就原谅了他们 求人说那些信都非常的小清新 但是能从信中感觉到 亚豆的母亲是喜欢叔叔的 求人好奇 为什么不在信中写出来呢 亚豆母亲表示 因为当时总是羞涩 所以无头绪地写了一些简单的事情 或许两方都在等对方告白 可惜自己没等下去 谈了一段新的恋爱并结了婚 不过在亚豆三岁的时候 她看了电视 看到叔叔的漫画动画好后也很惊讶 原来那个时候 亚豆母亲非常惊讶 后来她在那个动画中的其中一个篇章 里面讲的是一个男人的浪漫 故事中讲述的是一个弱小的废柴 为了向一见钟情的公主告白 而立志成为宇宙第一的超人 但是她在弱小的时候 公主就已经找过来并告白了 但是男人却拒绝了 她说自己还没有成为最厉害的人 其实那句话 是把她的心情传递给了亚豆母亲 此时亚豆母亲突然问两人 谁在和亚豆交往 求人立刻指了指旁边的最高 亚豆母亲松了口气 太好了 她以前就不太看好读书好的人 求人没想到自己输在了这儿 亚豆母亲表示 女生嘛都对坏坏的男生感兴趣呢 最高拜托 她不要把叔叔的事情告诉给亚豆 因为害怕亚豆会对过往有压力 母亲笑着摸了摸两人的脑袋 说将来会支援他们画漫画 最高也意识到 父亲他们将叔叔的工作室留下来 应该是知道他从小就很崇拜叔叔 早晚有一天会走上和叔叔一样的道路 最高深感自己是幸运的 所以他更要努力的回馈这份期待 最高开始尝试画漫画 因为叔叔跟他说过 细笔能够画出粗细不一样的线条 用来画漫画非常有氛围感 如果叔叔画的不好 所以平时用的都是地笔 画搞笑漫画这个没问题 但是要成为职业漫画家 最好还是要挑战这一笔 于是最高直接血绽了一瓦上 第二天考试都睡过去了 两只眼睛无亲 同学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 最高直接拒绝了 丘仁也跟了上去 同学吐槽 他俩最近怎么粘得这么紧 丘仁们最高是不是在供销画画 最高说他在工作时画到了12点 回家之后也一直画到来上学 本来考虑如果没练好 今天写卷子就用这一笔来了 在最高看来漫画是没有上限 所以不断的练习才是正途 看得出来丘仁也很兴奋 最高直接给了丘仁一把副钥匙 让他想过去的时候随意过去 现在考试结束 终于可以放开画画 丘仁看了他的草稿 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最高就说完全不够 线条太生硬 完全没有漫画的感觉 果然这笔好难 画不出符合在脑海中的印象画条 然后他又尝试了一下用地笔画 叔叔曾经就是用这种笔 后来编辑让他尝试用G笔 不过叔叔也不太会画 两者之间的区别 就是一个线条更加丰富 但是很难操控 另一个线条简单 但操控起来非常容易 他叔叔当初就是因为画机太差 所以才只能画搞笑漫画 为了尽快掌握这种笔 最高可是爆干了很长一段时间 修人看了他画的背景 觉得已经很好了 不过最高却精益求精 最高逐渐摸到了一些门道 背景用地笔画 极其的线条用圆笔 而且还需要给漫画贴上网点 这些都是以前的漫画作画必备的 如今电子网络流行 大部分作者改用了板位 不过在Job杂志还保留的情况下 应该也会有这种原稿 而且当时想画一篇原稿出来 就要先画一个分镜 然后在分镜上画出草稿 给人物的背景描写 涂黑效果线 最后再贴上网点 这样才算真正的成功 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还有一大堆 最高这才没日没夜的练习 因为深感自己的不足 静止的人物对他来说还算简单 可是动作表情还有构图 画不出这种东西 可不能被称为职业漫画家 如今想来 叔叔从完全外行到出道 只用了三件事件 已经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 毕竟叔叔连白色墨水都不知道 一旦错误就全部重画 求人理解他这种焦急的心情 但是提醒他考前还是要复习的 最高表示叔叔曾经说过一句话 不是天才的情况下 需要三大条件 第一要自大的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强 第二要非常的努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运气 毕竟不是天才 就需要逃赌 梦想呱呱在嘴边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最高需要在这个周末疯狂画画 看到最高如此热血 修人决定把这里所有的漫画都看个遍 两人一个哭哭画 一个娃娃哭 之后上课的时候 两人都在打瞌睡 他们放学后就去买零食准备直奔工作室 结果正在买本周新刊的时候 惊讶的发现 首种奖入选 竟然是一个15岁的少年 星期英二的作品 压力一下就来到两人头上 母亲看到最高没日没夜的练习 也是很担心 提醒他别忘了 硬考上的身份 第二天两人来到学校 本来准备打算去屋顶吃饭 结果路过隔壁教室 听见有个同学在吹自己的话计 路过的女生好奇的问了一句 为什么你画的人物只朝一个房间看 而且只有肩膀上半部分 最高和丘仁顿时忍不住笑了 本人的膝盖也中了一箭 刚才那个问话的女生叫健吉 好像是亚斗的闺蜜来着 听说刚才那个男生也想当漫画家 最高考虑了很多 他告诉丘仁 自己准备去另一所高中 对于丘仁来说 那可能是最好入学的高中 但对于最高来说 那是母亲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高中 因为最高想尽可能的 把时间留给提升化解 丘仁问他不和亚斗一个学校吗 最高说他不知道亚斗要去哪里 丘仁让他去问亚斗 最高表示不问才是最浪漫 初中毕业后再见 他已经是漫画家 而亚斗已经是生优 这种感觉也太浪漫了吧 丘仁吐槽 你也不必和叔叔相当这种地步 你就不怕亚斗在高中交男朋友吗 最高表示他相信亚斗 丘仁看他如此坚定 便说自己也打算去北高 最高不同意 认为他成绩这么好 应该去更好的学校 丘仁却说 我们都约好要去一起画漫画 在同一所高中自然更方便 虽然他也想过作为保险 去一所好的大学 但是那是在成为漫画家失败后的选择 既然决定要去北高 那最高就不能落选了 为了更加激励自己 两人将对手定为之前入选的 15岁天才少年英二 没想到这一找 就直接给自己找了个 一生的宿敌 最高说英二已经有编辑了 得奖之后一般都会分配编辑 就算没有得奖 只要有编辑看好就会负责他的作品 最高表示 编辑也有好有坏 这个东西纯靠运气 他曾经就遇到了一个很感人的编辑故事 那个编辑在对一名 在别家杂志画过的短片的新人说 你有成功的希望 尽管把完成的原稿拿来就行 结果在对方画了实话后 他竟然当众撕掉了那些纸 求人吐槽 这哪里感动了 但是画家很高兴 因为别的编辑只看了他一画就否决了 自那之后 画家开始努力画画 没过多久那位编辑在看了他的新作 对之前做的事情道歉了 并表示 那个阶段是为了鼓励他才那样做的 叔叔说过 编辑也是因为喜欢漫画才做这一行 此时求人却问最高 他们能不能去见编辑 只要有原稿打电话应该就能求见 最高说 目前他还没有原稿 多人说没关系 暑假做出来 然后拿到这部剧 既然要动画画 目标肯定在这里 就算失败也不会有损失 主要是想看编辑看到他们原稿后的反应 直到这里两人顿时激动起来 结果刚冲过来 就看到亚斗他们一家 最高本来装作没发现走过去 但其实亚斗已经看见了他 两人都有一些不好意思的躲开视线 然而当他们走出一段距离 最高下意识的回头 却发现亚斗也在看他 我这个豆 这也太纯爱了 而与此同时 婴儿也在疯狂画画 直接无视了编辑 最高跟亚斗小学的时候 就已经在游泳比赛上对视过了 初中读了同一所学校 在门口正好遇上 丘仁吐槽你俩甭管于多久 手上不得拿个联系方式 这咋沟通呢 最高义正言辞 联系方式可以毕业后再要 现在主要是专心画漫画 叔叔的坑你是一点没记住 而此时丘仁掏出了自己的分镜 讲的是一个两个地球的故事 最高下意识的怀疑 丘仁是不是从哪抄起来 丘仁表示 有从科幻故事中借鉴 也没有到抄的程度 这种故事是个人都能想出来 最高却说 他就想不出来 他对这个设定非常感兴趣 因为光看开头就可以延伸到后续 甚至可以画成战斗类型的漫画 之后丘仁又说了一个投球手的故事 这个话他果然很有才能 两个人开始商业互吹 丘仁非常感动 其实这段时间 他一直都在认真想故事 但是又害怕自己太自信 如今得到最高的认可 他才松了一口气 最高表示 他也会努力 争取画出让丘仁认可作画 而至于投稿的那篇作品 两人选择了两个地球 因为投球手的故事更适合连载 两人最初预定的页数是30页 不够他们决定先画出来再说 两人在天台上画画的时候 亚斗的闺蜜 剑吉找了过来 原来之前告诉丘仁 亚斗的梦想是当生优的人 就是剑吉 但是亚斗又比较害羞 所以剑吉很生气 丘仁说出来 丘仁保证他绝对不会再告诉别人 于是 剑吉问他表白怎么样了 丘仁表示 自己并没有向亚斗表白 而且亚斗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剑吉立刻惊讶 问他是谁 丘仁没有说出最高和亚斗的约定 而是产牌话题 没想到剑吉去问他 既然不表白 为什么要向自己问亚斗的情况 丘仁随口一句 因为想和你多说点话 万万没想到 从此就把自己给栽进去了 剑吉脸红的表示自己考虑一下 丘仁下意识的想解释 最高却说他玩过头了 现在你跑去告诉剑吉 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人家说不定会生气 要知道 剑吉据说参加过空手道的全国比赛 估计这妹子估计本来就喜欢丘仁 不然也不会把亲友的秘密告诉给他 丘仁觉得这下完蛋了 最高却觉得也没啥问题 毕竟亚斗的朋友不可能是坏的 这已经完全是爱屋及乌的状态了 剑吉告诉亚斗 自己好像被丘仁告白了 但又觉得自己似乎不太适合 亚斗却觉得剑吉很好 很可爱 剑吉却听说班上有人在传丘仁和严赖在交往 亚斗觉得应该不可能 因为严赖看起来就非常高冷 剑吉和亚斗平时很少跟男生说话 但别人眼中看来估计也是高傲的存在 亚斗悄悄问剑吉 自己并不是不说话 主要是和男生搭话有些害羞 并没有看不起对方的意思 丘仁他们回来就发现剑吉躲着自己走 之后成绩出来 最高在班上的排名是第六 丘仁毫无疑问是第一 因为丘仁给最高出了考试模式 所以最高学起来也比较方便 而现在剑吉和丘仁都不敢指示对方 甚至会诡异的对上频率 搞得丘仁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暑假开始 最高就准备搬到工作室去 母亲不是很赞同 但是最高掏出了自己期末的成绩 用实力说话 母亲也只能叹气 让他偶尔回家看看 同时丘仁也搬到了工作室 两人约好 一定要在暑假完成原稿 现在分镜已经完全搞出来了 最高表示 草稿要拿到后面再画 因为他打算再练一下画技 毕竟漫画没有上线 两人约好 互不干涉对方的创作 他们开始疯狂画画和练分镜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于是最高决定开始勾线 因为再不开始就有点来不及了 最高表示 他不会干涉仁人的创作 让他坚持做到自己满意就可以了 终于开始勾线后 最高也在熬夜了 毕竟是需要动脑子的 画着画着就开始翻昆 仁人健壮 决定拉着他到外面去吃顿饭 最高一看画都画崩了 于是跟着丘仁下落吃饭 结果在那里也听到 妹子们在聊一个歌手 两人吃完饭 回到工作室继续作画 丘仁准备睡觉时 就发现最高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看了一边勾建的作画 丘仁决定再努力吧 时间过得很快 丘仁也搞出了终章的剧情 他感慨 现在联系亚斗 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过来 他故意斗了一下最高 看他打起精神 才下楼去买东西 结果就在便利店 看到了漫画连载 他立刻拿了一本回去找最高 两人看了他的最新一画 不仅作画好 故事也非常有趣 最高觉得自己在作画上差了一截 竟然直接把画好的稿子丢了 他绝不想在这里输掉 所以他准备重新画 丘仁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最高说 丘仁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分镜 那做画 他也要一个人承担 之后 最高没日没夜的话 等到最高睡着后 丘仁爬起来尝试勾线 每晚练习 把自己的手弄得到处都是伤 当最高成功画完 接下来就是准够够网点了 丘仁挠了挠头 表示自己想和最高一起迎接完成的瞬间 最高看了眼他手上的伤疤 于是拉着他一起贴了网点 两人都觉得对方的故事和作画很好 在作画完成后同时握手 他们拨打了叔叔留下来的编辑电话 果然接到了Job的编辑部 双方约定好 第二天在编辑部楼下见面 最高跟丘仁失眠了大半宿 第二天提前到了车站 此刻台俩都有点坐立不安 在车上 丘仁说他还有个哥哥 哥哥自从落榜国立大学后 已经开始享受人生了 每天都忙于社团活动和朋友关系 可是将来目标已经确定了 而丘仁不想当上班族 其实是受到了父母的影响 他爸以前在一家大银行上班 哥哥天天在补习班上课 母亲是高中老师 非常热衷于教孩子的功课 本来这样下去 丘仁可能会走向和父母一样的道路 直到一天晚上 丘仁起 发现母亲非常生气 说父亲是为了给上司背黑锅而辞职 当时丘仁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后来母亲在辅导作业的时候 突然哭着对丘仁说 让他将来替父亲报仇 丘仁大叔打击 这报仇是什么意思 难道自己学习 是为了进入银行替父亲报仇吗 丘仁一怒之下死了本子 他说自己不是母亲的工具 他的自由要由自己来决定 自那时候不管丘仁做什么 父母都不再干涉了 总的来说 父母其实不算坏 而丘仁也没有扭曲或者决定复仇 当然不是半则指数就是死亡笔记了 最高听说他已经告诉父母要当漫画家了 并且取得了同意 他这才送了口气 毕竟丘仁看起来真的太随性了 两人进入编辑部 紧张的不行 手忙脚乱的添完资料 前代小姐姐帮他们打电话通知了编辑 并让他们在后方的三号房间等待 路过其他房间的时候就看到有编辑聚稿 对方似乎也是来自荐的 这搞得两人更加紧张 之前还挺有自信的 现在就怕被贬得一文不值 最高说别急 他叔叔说了 只要编辑给倒茶就算是合格了 两人见到边界福布 对方迅速过了一遍稿子 就在他们紧张的时候 福布突然说他要再看一遍 两个地球的故事很简单 讲的是地球上的人和复制的地球上的人的对决 主人公为了寻求死去的未婚妻 误入森林触发秘密道具 结果到了从未见过的地方 追着未婚妻的背影 他就看到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对方表示 这里是真实的地球 而他所居住的是这里地球人模拟出来的复制球 知道真相的主人公被俘虏加入了当地的反抗组织 据说真实地球的人会把复制体带到这边来 本体作为研究人员前往复制地球 如果本体在复制地球死亡 留在真实地球的复制体反而无法回归 但主人公手上却有回归的道具 于是他掀起了反击 并且对本体开疆击败了他 最后真实地球的人们投降 因为他们多年观察下来 认为另一个地球的人是愚蠢并且野蛮的存在 而主人公却都知道死去的恋人是研究人员 他的恋人表示他真正喜欢的是主人公 所以最后两人还是在一起了 福布放下稿子说他做得很不错 然后给两人点了咖啡 听说两人是组队出道 福布给了他们一些意见 故事整体偏科幻 喜欢这个题材的人应该很感兴趣 但与其说是漫画 感觉更接近小说 旁败太多 台词也是说明可问 如果不将画面和剧情融入是无法长久发展的 最高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 只是不好干涉故事 所以就没有提出 最高在观察福布这个编辑是否靠谱 福布表示故事写得很好 但风格太像小说 对最高的话也进行了夸赞 但是素描并不是漫画的话 线条太多 人物和背景的线没有区分开来 他得创作出自己的风格 听说最高采用战水比两个月 福布敢看 那还真是未来可期 他问两人画科幻题材是因为喜欢吗 旧人表示这种题材比较少些 所以先选择的 福布告诉旧人他应该是那种会算计 如何使作品大卖的人才 福布觉得成功的漫画家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按照自己所喜欢的风格尽情发挥就成功的类型 说好听点就是天才 说难听点就是少颗金 另一种就是旧人这种尽可能去计算找到成功办法的类型 而一般画出畅销作品的漫画家大多都是前者的天才类型 而经过计算后再画成功难度非常大 但只要成功都是很强的存在 不会一个作品之后就没有新作了 所以编辑们也会尽力帮忙 福布给两人留下名片 邀请他们以后再照顾加油 有问题可以在邮箱联系他 同时也告诉两人邮箱不代表全部 遇到真正有才华的人 他会毫不犹豫的给出电话号码 最高觉得此人不但仔细给了意见 还把话说得非常明白 福布表示他会把这份原稿去投阅历赏 但不确定能够获奖 但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老实说他们编辑也不知道怎样的作品会大卖 但是让一部作品大卖有一种赌博的意味 他的话和叔叔的话重叠了 所以说最高觉得福布应该是不错的编辑 而福布见到了同事小胖 小胖问他那两个学生怎么样 福布表示至少现在还不行 毕竟不是人人都像婴儿那样有天赋 福布却认为最高采用战水比两个月左右 原作也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风格 想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福布觉得才14岁就有这样的天赋已经很好了 而且看得出他很冷静 福布表示三年后他们或许能够超越婴儿 不过三年后他要是没推出热卖作品 就可能会被赶出编辑部 同时亚豆也在努力练习生油出道 听到另外两个男生在讨论最高他们暑假忙碌的事情 亚豆就知道他们在为梦想金箔 秋仁表示争取今年再出一部有趣的作品 得知最高也看出自己的风景不足 秋仁让他多参与讨论 尽力做出最好的作品 最高也答应了 但谁也没想到 新学期老师竟然安排了双人桌 最高和亚豆分到了一块 秋仁在后方狂笑不知 这边新的大纲还没有拿出来 秋仁好奇最高和亚豆的相处 平时上课最高会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和亚豆沟通 甚至还会聊喜欢的季节 秋仁吐槽他俩是小学生 明明离得那么近却谈远距离恋爱 最高也不在意 能说得上话他就觉得很幸福了 最高问求仁下一个题材想好了吗 求仁表示他还想走科幻路 主要是想完善一下上一篇的不足 所以选同类型题材会方便一些 再加上福布说要投稿阅历赏的事情 求仁感慨要是能获奖就好了 最高提醒他不要想的这么美好 不过能获奖的话他也想让亚豆吃了 另一边福布正在重看两人的稿件 此时编辑部的部长带着下属去了婴儿家 听同事说婴儿15岁就获得了 手中赏的读者投票 这是史无前例的成绩 而且他每个月都在继续向手中赏投稿来着 而且每一篇作品都很有趣 再这样下去 这次手中赏从入选到家选不出意外 都会是婴儿 在上高中的同时还能连载作品 如果要是有助手每周连载也是有可能的 天才高中生也能炒作 本人也说过似乎准备来京都 所以部长才准备上门拜访 说服家长 不不告诉同事 自己虽然说了要帮最高投稿阅历上 现在却犹豫要不要上交 没想到小胖子冲过来 就让他赶紧把稿的叫来 所以说有时候运气也很重要 而最高和丘仁还在聊亚斗的事情 结果就看见旁边有一对情侣在吵架 不是约好高中在同一所学校吗 为什么突然改学校制约 两个人的争吵 让本来打算和亚斗保持美好距离的最高犹豫了 两人即将分别 再这样没有距离的沟通真的合适吗 所以最高在课上写字问亚斗 不论如何都要实现梦想后吗 没想到亚斗竟然哭了 最高意识到自己这样的话不好 因为亚斗说的是一起实现梦想后 自己或许践踏了他人的梦想 明明自己也觉得这样的沟通很浪漫 没想到下课时 亚斗却在纸上写了邮箱地址 所以最高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求人说双方互相喜欢应该高兴才对 对方可能也是有其他话想和最高说才留下邮箱 毕竟这就是证据嘛 但最高却觉得亚斗应该不是这么想的 对方哭可能是因为他破坏了 在实现梦想之前都不说话的预定 求人说对方竟然给你写邮箱地址 应该是之后想通过这方面来沟通 可当晚最高想起亚斗落泪就睡不着 所以他立刻冲到了亚斗家 但是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发消息 而此时亚斗也接到闺蜜剑吉的消息 剑吉还以为他家宠物死了 毕竟亚斗上课哭的时候找借口 就是宠物嘎了 但其实猫猫并没有事 他只是控制不住眼泪 听说剑吉和求人最近也没啥情况 而最高梦梦离开后纠结了许久 明明以前只是一直凝视亚斗 如今两个人却拥有相同的梦想 所以对于这一点最高很开心 于是第二天他来到教室 再次给亚斗写了一张纸条 说自己要邮箱是方便之后分开好联系 真正在一起还是希望能在实现梦想后 放学后 剑吉看到亚斗今天要精神许多 亚斗说已经解开矛盾了 求人从最高那里听出了亚斗的事情 不过这次对方是开心的落泪 求人正在欣慰的笑了 最高表示 9月30号手中赏的结稿日 他想在那之前做出一部作品 求人大惊失色 这和之前说的好像不一样啊 现在已经是9月5号了 就算自己画大纲最高也画不完呢 最高表示可以 上学的时候可以画两张 放假的时候能画五六页 9月的法定截日还有两天完全OK 只要在13号之前搞定前半部分 9月30号之前请福布帮他们看看 然后投稿到周中讲 求人告诉最高 理解你想投稿的心情 但别忘了 咱们是质量高于数量拍 谁都想迅速出作品 但作品也得有趣才行呢 最高也冷静了下来 他说自己其实想看看亚兜的笑容 想在毕业前向亚兜证明 他没有违背约定 求人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而此时编辑福布打来电话 说他们的作品差一点 就在阅历上最终后不立了 不过还是很遗憾的落选了 本来福布还想安慰一下两人 没想到求人他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并且还感慨幸亏没有留在最终后不 只是小字登个名字 被女友看到了也太丢脸了 他说他们的目标是下次手中奖 福布没想到还有这个之气 而求人挂到电话后就告诉最高 来吧努努力 福布也非常感慨 这两人竟然没有丧气 他一开始不打算投稿 其实是为了好好培养两人 毕竟第一次就获得奖励 很有可能捧着奖位不放 放弃斗志 另一边编辑部的部长和英二的家人说通 准备邀请他去京都住 而英二一话话就是个怪人 他表示自己去京都可以 但有一个条件 如果他将来成为Jop人气第一 要一个能让一部他讨厌的漫画完结的权限 求求你了赶紧让柯南完结吧 快被闯死了 把过来的年轻编辑给吓了一跳 英二说这是自己努力的目标和动力 部长表示有志气 很不错 如果将来他真正成为Jop的招牌 还有这个想法的话 那个时候他就来找自己吧 最后英二就答应了去了东京 部长感觉英二其实是在试探他们 另一边最高在疯狂练习人体 邱人塞给了他一堆大缸 让他看看故事 最高上课看了几篇 感觉内容挺不具 没想到邱人又写了好几遍 一天下来十几篇故事过去 两人唯一觉得还行的就是兔子和照相机 不过还是觉得有些差强人意 邱人都有点神志不清了 出门的时候还撞到了门槛上 被剑机看见后十分担心他的情况 走的时候最高对邱人有些愧疚 毕竟参加投考这件事是他一时兴起 没想到却让邱人这么疲倦 邱人听说他很支持最高和亚斗的事 但他也对阅历赏没留到最终选门 而感到不甘心 这次他也在用心创作 所以乐在其中 晚上亚斗和剑机打电话 剑机吐槽邱人的情况不对 年纪第一竟然那么努力的学习 难道要去的学校有那么难吗 亚斗便明白 这两人绝对在努力朝梦想前进 他还打趣剑机 竟然这么关心邱人 剑机嘴硬的表示是邱人先表白的 所以他才忍不住关注 当晚邱人睡不着又开始写故事 第二天最高就发现邱人在楼下等他 上课的时候他翻开分镜 其中一篇叫一亿分的很有趣 邱人高兴的表示 那可是他的自信之作 两人还在聊主人公的年龄 邱人表示还是15岁左右最好 少年半的主角果然是要正直的 充满正义感 结果他们的对话 就被路过的小泽听见 他转头好奇的看向两人 而此时距离截稿日期 还有20天 最高他们再次投入赶稿期 一亿分这个故事 短片很简单 未来的人类 由政府制造巨大的计算机排名 到了15岁 脑袋和身体会被植入机器 深夜零点就会显示 目前这个国家的排名 排名第一的人 反抗高位的人 就会被视为犯罪 有心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的主人公梦 决定和这个世界的高排名者战斗 在之后 得知控制排名是巨大的机器后 战争发展成了 智能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战斗 而武器 他们决定采用激光刀 两人在上课就开始哭哭血 哭哭话 不是 你们完全就不学习吗 这两个干地 一路爆干 时间过得非常快 终于在29号之前完成了稿子 求人总体过了一遍 觉得这个作品奇迹般的有趣好 最高也画出了满意的画 觉得这次一定能够成功 于是他们带着作品 找到了福布 福布看完后突然沉默 吓得两人还以为越画越差 要被训了 没想到福布就说 比之前做的好得多呀 他指出的缺点都改掉了 而且故事也特别有趣 激光剑的设定也很不错 算了时间 今天正好是手中奖的节诊日期 他问两人要去参加投稿 两人立刻答应了下来 福布这才想起 一个月前他们说要参加手中赏 表示距离结果还有一个月左右 让两人在这段时间内再画一篇短篇 目标是投稿next 是少年周朴的分刊 如果在这里得到认可 就可以上本刊了 毕竟如果是获得了手中奖 将来就是出道了 求人他们有些紧张 毕竟还没有出结果呢 福布告诉他 虽然现在结果还没出来 但哪怕不获奖 这也是一部无论给谁看都不会丢人的作品 至少福布是这么认为的 隋高觉得这次不错 不过他也知道福布说过 这次故事特别好 所以隋高认为故事很有趣的情况底下 要是失败的话 那问题肯定是出在画上了 既然目标是投稿到更高的杂志上 所以隋高决定继续提升自己的画迹 毕竟获奖的话就能出道当职业漫画家 隋高想到这里就忍不住嘴角上跳 之后两人也没法惊吓进来 毕竟满脑子想的都是获得奖杯 成功输到这件美事 结果马上就中考了 期末成绩一出了 隋高就愣住了 因为丘仁竟然从年级第一掉到第三了 见机不敢置信 言赖也觉得不对 不过丘仁看起来不太在意的样子 两人来到工作室 隋高也提起成绩这件事 隋高觉得无所谓 这分考北高绰绰有余 可是隋高很担心 丘仁表示 比起那些更重要的是连载 他们俩实在画不出东西来 这个时候 编辑打来的电话 说他们的作品留在最终候补的八部内 不过最终审查时是1月10号 除了结果他会联系两人 但至少登刊留名时有机会了 他们的获奖几率提高到了50% 两人内心十分高兴 最高提出 在获奖结果出来之前先别画了 毕竟这种轻飘飘的心态 也画不出好东西 坏了 这下飘了 他们俩像戏台上的老将军 浑身插满了 不出意外 这不是必败无疑了 两人在工作室紧张的等待结果 但是电话一直没打来 就在他们由于要不要主动打过去的时候 福布的电话已经过来了 两人接了起来 便听说直到了最终候补 四部作品 他们差一点就入选了 最高有些失去尽头 这么好的作品最终还是入选了 福布说的话真的可以信任吗 可是他又想起福布说 故事特别好 所以最高回忆是不是自己作画出了问题 最高觉得这样的成绩说不出口 所以消闪了一段时间 丘仁和亚都看在眼里 没过多久 丘仁拿出了新的故事 他表示虽然有些受打击 但咱们的目标可是18岁之前 动画画 一句话 将最高从消沉中拽了出来 然后 就在他们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 之前的小泽竟然找了过来 这家伙看到了手中赏的投稿 嘲讽两人简直不是婴儿的对手 不是啊 哥们 你哪来的自信 你又不是婴儿 他还说最高的话 根本比不婴婴儿 故事贫困等级都是一样的 最高突然遭到了创伤 这家伙还在狗叫 说求人是个有才能的 但是最高是拖后腿的 求人质问这家伙 有花31页稿子的精力吗 小泽说没有花过 但自己比最高更厉害 求人不如和他合作算了 记得求人直接给了他一拳 好好好 打得好 求人打架的事情传了出去 班上两个朋友 夸最高很厉害 他们都进决赛了呢 说这次矛盾还是小泽那边起的 不过最高似乎不想聊这个话题 最重要的是 求人今天没来上课 亚斗也非常担心最高的情况 而最高在天台独自画画的时候收到了求人的消息 对方表示要停课一周 在家里反省一下这段时间 可以思考大纲 让最高不用担心 见急找到最高问求人的情况 听说小方被停课一周 而小泽竟然还在继续上课 见急就觉得很不爽 明明那家伙收发那么过分 不过求人能动手 他还是挺改观的 最高似乎不太想提起这件事 他下楼遇到了鼻青脸肿的小泽 这家伙也是纯粹的活该 如今都不敢跟最高对视 最高回到工作室 求人提出和他组队 两人约好要一起出漫画 对方甚至为他改了志愿 只为了在18岁之前完成自己的约定 但是自己的话迹却拖了后腿 所以他想尽可能得个奖就好了 另一边 压道也看见周破上最高的投稿了 他看起来非常的高兴 不过最高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睡不着便下楼去找水哥 没想到在客厅遇到了没睡的爷爷 对于工作室水电费 他表示了感谢 爷爷却说那其实是父亲给他交的 他也看出了最高有困惑 最高说自己有一个组队的漫画家 但是他感觉自己扯了对方的后腿 如果对方和自己合作 很有可能成不了漫画家 他现在很担心对方会不会后悔 爷爷却说这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情 正是因为认真决定 所以才会烦恼 这话是叔叔写的 说是男人的倔强 所以最高便明白 叔叔当初也和自己有同样的想法 第二天他打起精神去了学校 课上压头说自己看的漫画 觉得他们很厉害 最高表示现在还不够 他一定会成为职业漫画家 并表示今天放学后去找旧人看看 他从老师那里拿到了丘仁的地址 被听老师说丘仁还挺受欢迎 最高不明就里 结果顺着地址找了过去 发现那个宅子非常破旧 突然想起丘仁说过他父亲背锅的事情 也难怪住在这么旧的房子里 恐怕是背上了黑锅还债了 结果走进去后才发现 现在丘仁房间处于修罗厂状态 剑吉和严烂竟然都在现场 两人决定装作自己没看见 然后掏出几个有趣的故事递给崔高 崔高发现他在旁边写了好多稿子 恐怕自己平时看的都是丘仁觉得有趣的部分 崔高悄悄问丘仁 严烂和剑吉什么情况 修罗厂说可能是因为自己揍了小泽 所以人气一下就变好了 阿姨说男人坏一点受欢迎是真的吗 他现在也感到困惑 崔高表示剑吉他也就理解了 严烂是这个什么情况啊 丘仁说他上初一左右的时候 严烂找到他说自己是年纪第二 并主动和他握手表示以后互相鼓励加油 丘仁当时不知情 真没想到严烂脸红身手 其实是自己表示和他交往的意思 然后认为握手了就是同意了 所以莫名其妙的多了个女友 当时只以为对方的对手意识被点燃了 当然这番话也被剑吉听到了 剑吉反问丘仁 既然你们俩在交往 为什么还要对我告白啊 好家伙 两位都是重量级啊 最高是纯爱 丘仁这边是修罗厂 剑吉问出了致命的问题 我和严烂你究竟要和谁交往 最高一个人吃瓜都感觉氛围不对了 丘仁表示 并没有觉得说话或者握手就是在交往 剑吉本来准备离开 这个时候严烂突然反问丘仁 你讨厌我还是喜欢我 丘仁表示 笔记讨厌肯定是喜欢的 剑吉没头一皱正准备走 丘仁也叫住他 表示自己没有讨厌 对剑吉也是喜欢的 他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同学的喜欢 然而两人却不这么认为 最高都听得闭上了眼睛 哥们儿你这么理直气壮的脚踏两只船啊 丘仁反问两人 难道你们就喜欢我吗 剑吉和严烂肖明明的表示当然 而且还是恋爱的那种喜欢 结果给丘仁自己整不会了 为啥自己会这么受欢迎 这也太奇怪了吧 丘仁赶紧告诉两人 自己的梦想是成为漫画家 就算现在要交往也没有约会的时间 剑吉表示没关系啊 他是支持丘仁的 但是这个时候严烂却摇头 提出让丘仁不要再画漫画了 呜呜这下胜负一分了 严烂表示 丘仁再这样下去一定会后悔的 丘仁并不觉得生气 他告诉严烂 自己追逐着梦想 然后梦想破碎而后悔的话 他可以接受 他不想因为不追逐梦想而后悔 在和最高一起画漫画之前 他感觉每天都是在混日子 但现在他觉得很开心 所以丘仁表示 自己要和最高一起去北高 严烂愣了一下 起身便告别了 他还说丘仁会为今天的决定后悔一生 丘仁表示没关系 到时候他可以尽情嘲笑自己 严烂转过头 说自己不会笑 因为眼泪快藏不住 剑吉表示 自己的高中也是北高 他松了口气 以为丘仁这么聪明 肯定会和他上不同的高中 不过明年应该也能在一起了 此时丘仁告诉剑吉 最高和亚斗是互相喜欢 并表示和他搭话 是为了打探亚斗的消息 下一秒 他就挨了剑吉一拳 丘仁表示非常抱歉 剑吉说可以啊 再让我打十拳 这家伙除了在练空手道和合体道之外 竟然还练拳击啊 剑吉说 我揍三拳出个气 然后我们再交往 反正你也说喜欢我了 剑吉做完之后发现 两人讨论漫画的事情 于是非常客气的离开了 丘仁表示 刚才编辑打来电话 邀请他们去参加讨论会 最高也认真地表示 自己会努力画画 绝对不会让丘仁后悔和他组队 丘仁感慨 自己今天真是受欢迎啊 另一边 阿雄编辑负责带婴儿入主 结果婴儿看到旁边的乌鸦 直接就跟着跑了 最近丘仁想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就在两人讨论的时候 见机给丘仁投票 表示 偶尔一次的约会也可以 不过丘仁却说 事业要紧 今天他们要开讨论会 之后也要跟着手心做 真的没空 之后两人去了编辑部 福布说 他把资料忘在了楼上 于是直接带着两人上楼去看资料 一进编辑部的总部 两人就被震惊了 到底是这部的总部 里面可全都是大漫画IP 而参加这次审核的老师有 伟田 鸟山 暗本 道元 好家伙啊 这个排面有够充足的呀 最高发现 编辑部走出来的一个男人 似乎参加过他叔叔的葬礼 初步告诉两人 他们的漫画 那些漫画老师都表示很好 但是编辑部这边却觉得不行 他们认为这种漫画 在这部上不会受欢迎 但是老师们却更在于原创风格 求人赶紧追问 杂志的风格是怎样的 初步表示 大部分是王道热血 主人公也有特殊的力量 当然也不是所有作品都是这样 但目前大部分是这样 最高 伏部问自己做话不行吗 伏部摇头说 没有这回事 意见书上满分五分 最高他们可以得到四分的项目 可比三分多 但因为考虑他们还有发展的空间 为了不让他们满足一次 所以故意打了三分 最高这么努力下去 一定会有所成长 最高怂了口气 幸亏没拖求人后退 伏部说他们这次运气太差 撞上了婴儿 对方拿了入选和准入选两项奖 如果没有婴儿 他们入选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两人感慨 这个婴儿太厉害了 伏部也点点头 目前大家公认婴儿 是十年难得予以的人才 事实上 对方已经离开老家 来京都准备开始连载了 高中生难道也可以连载吗 伏部点点头 如果有合适的助手 原画家作画的时间将会缩短一半 更何况 婴儿当初一边读书 还能一个月投一次稿 所以他绝对有这样的实力 伏部表示他可以尝试 以新的人设去再投稿一次 毕竟这次婴儿不会再参加了 可最高的目标是想投连载 伏部听说后并没有生气 而是告诉两人 至少要花三张以上 而且以他们的资历 不能用大纲 必须得是原稿 但不论故事是否有趣 最高都得考虑 会不会有人理会 原稿不能排进连载会议 狂妄可能会沦落到被撕碎的地步 没想到编辑部的部长走了出来 他表示 漫画只要有趣就可以 有趣就能获得连载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他看了两人的故事 觉得这样还不够 这种水平想连载是不可能的 部长表示 有趣的故事就可以连载这句话 是他曾经带的一位漫画师对他说的 并且他还告诉两人 在这部上连载是有年契约金的 金额不高 但跟棒球选手的年薪是一样的 连载之后 每年都会考虑贡献度 决定当年的契约金和稿费 相当于年终奖一样的存在 但对于连载结束后 还画不出好作品的作家 编辑部也会委婉地表示这里不需要你了 然后终止契约 当时最高叔叔来这里 委婉地告诉叔叔 终止契约的人就是他 叔叔并没有放弃 而是决定以新人的身份再次投稿 走之前 他说漫画只要有趣就好 有趣的漫画就会连载 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了 叔叔在去世的五天前 是拿着原稿来自荐的 最高问编辑部部长 他们和小二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部长说 婴儿对漫画已经狂热到了一定程度 他去访问的时候 对方都没放下过画笔 对方估计什么都没想 就像呼吸一样 简单的画出适合这个时代的漫画 对方即使开始连载 估计也能达到新的高度 不过应该成不了第一 太年轻 光有气势没有深度 会吸引小孩子 但无法满足现在杂志所需要的中学生 福布顿时反应过来 最高他们的作品更加有深度和内容 不但如此 反而内涵的过头了 这个时候福布突然告诉他 将来他们只需要花大纲 并且尽量偏向符合少年漫风格的漫画 他们不是不能成功 但是需要靠内容来取胜 这样的话目标是复刊 也没关系的 如果他们三人能做出一部有趣的作品 这就是连载最快的方式 两人听后立即答应了下来 福布从部长那里知道了最高和输入的关系 不过部长并没有给两人开小灶 也只是指点了两句 最后感觉有压力了 但是他相近福布 所以早早来到了工作室 发现邱仁也来了 不但邱仁来了 见吉竟然也到了现场 见吉表示他们没有干什么奇怪的事 不过邱仁却有些愧疚 毕竟这里是最高输入的房间 而且最高还一直对亚斗保密了这里 见吉误语了 作为闺蜜聊机 他第一时间给亚斗打了电话 并要求对方直接来这边见面 邱仁表示 其实他们不用参与最高和亚斗的事情 毕竟两人那边已经有了约定 不过见吉无法理解 但他还是答应最高 不会把这里的事情告诉给亚斗 邱仁却告诉求人 不能随便带见吉过来 但是休息日可以 平时不行 见吉感慨 最高长得还挺可爱 难怪亚斗会看上他 听说亚斗高中要去一所贵族女子学院 据说学院培训的地方很近 说高中毕业后会以艺人的身份先出的 而不是生优 两人担心亚斗会去拍封面杂志 不过最高觉得亚斗不会那样做 两人画了很多的稿子 见吉的出现并没有打扰到他们 相反还为两人提供了很多帮助 之后两人画了很多大纲 福布看完表示 没有一个有据的 虽然每个角色都有少年漫主角的气势 可就是感觉不对 但很快福布就发现问题主材太平凡上了 因为少年漫已经有太多了 如果以这种风格往下走 别说超过婴儿了 他们甚至会输给很多新人 福布也道歉说自己想差了 两人的风格或许不适合少年王道热血 丘仁大惊失色 难道咱们少年drop必死无疑 那他们怎么做才好呢 福布摸着下巴左思右想 最高叹息 不适合又不行 太适合也不行 那他们将来该怎么办呢 第二天 丘仁告诉最高 福布约他们今晚见面 两人想了想还是去了 福布顶着一脸黑眼圈告诉两人 他昨天进行读者调研表 他们的杂志会有一个读者调查刊 十个人里面有两个人选择就算有趣 丘仁的优点是故事很有深度 而自己让他们做王道作品 就是把丘仁的优点给抹杀了 所以福布推荐他们改路 比起让大家都觉得王道的作品 不如另批西境 至少能收获两成人觉得有趣的漫画 如果英二是王道作品 那最高也就算是邪道作品 这波算是对赌的感觉 就是让大家一听就觉得离谱 但又忍不住想看的故事 谁能想到 昔日热血少年漫 如你也变成了 见一个杀一个的邪道 最高想起修人之前 用钱买人类大脑的故事 他把这个故事说给了福布 福布表示这还挺有趣的 决定就用这个题材 争取在2月13日截稿日之前 三人一起把大纲做出来 英二也算是一个怪异性的天才了 他把奖金分了一半回家 剩下的买了音箱 编辑终于明白 进门前邻居看他的眼神 为何如此凶狠 英二在房间开着巨大的音响 在画漫画 年轻的编辑表示 虽然有些突然 但拜托他画一幅50页左右的短片 因而表示短片的话 地上的就是啊 他画了近四部左右 虽然要连载 但是想到点子不画出来 就会十分难受 他表示连载一个月左右就能搞定 让编辑到时候过来取稿子就行了 因为他不想自己去坐电车 感觉人太多 随高决定把画风改为原来的硬朗风格 修人感觉这样也好 福布虽然说让他们争取 做出少部分人喜欢的漫画 但是冷静下来想想非常的困难 毕竟读者投稿并没有那么好获得 这次他们要画的是出卖人脑的作品 而且尽可能的表现出卖人性的丑陋 如果是他的话 就会把脑子卖给亚兜 准确的来说不但卖给亚兜 甚至还想花钱让亚兜买他的脑子 因为这样才能让对方看见自己有多喜欢他 随高又开始撒狗粮了 给丘仁都整无语了 随高和丘仁在教室里画着漫画 被其他男生围了上来 言赖见庄 默默拿着书离开了 丘仁问最高 模拟考试的结果如何 最高说80%能通过前期招生进入北高 所以也没有复习的必要了 丘仁表示他那边是95%的模拟考 没有100%的几率 而且在圣诞前期还要和剑集一起去玩 问最高要不要一起去 最高拒绝了 丘仁早料到如此 因为亚兜那边也拒绝了 最高告诉丘仁 你可别因为谈恋爱耽误了正事 没过多久就开始放寒假了 最高知道可能要成为漫画家之前都无法见面了 而丘仁今天又和剑集有约会 丘仁想起 最高说要在完成约定之前无法见面的事情 就在他感慨的时候 剑集已经换了衣服找了过来 大冬天穿短裤真的不怕得老寒腿吗 之后两人一边看圣诞树一边聊天 剑集表示他还是不能理解亚兜和最高 他们都想到了结婚 不应该创造更美好的回忆吗 虽然自己也不想交完的事情被学校的人发现 但是连邮件都不发 那两人到底在矜持什么呀 此时丘仁却想起最高提醒他不要着迷的话 似乎理解了两人 恐怕亚兜真的很喜欢最高 只是害怕现在和最高约会会把自己的梦想忘记了 为了让梦想和恋爱共存 所以才难过 丘仁感慨 恋爱真的是让人痛苦又甜蜜啊 之后最高和丘仁他们在复习的时候 亚兜已经去参加学校考试了 最高希望他将来也能变得更好 这段时间他们也在努力的画稿子 决定在考试后就去福布看稿子 设计考试 最高这段时间都没复习 求人说北高考试的难度也就是教科书的长度 这段时间还把考试的要点给他总结了一下 直接丢给最高去复习 最高还担心会超出考试要点 结果考完之后才发现 求人归纳的考点竟然全部都用上了 这就是学霸的威力嘛 求人即使在初中的时候揍过人被留了处分 他表示没关系 只要自己成绩好对方肯定会让他来上学 见记感慨他就吃这一套 看得出来是智性恋了 他们把稿子拿给了福布 福布表示很不错 还可以把之前投稿的人类排名电脑也加进去 之后考试成绩出来了 三人成功入选 求人来不及安慰考上后娃娃大姑的见记 表示要回去画稿子 给最高都给正无语了 福布看了他们最新的稿件 觉得这次画的很不错 不过这次评选是副编辑长 说是为了让对方攒惊艳 当然最后负责同意这一关的白日部长 两只后才会出结果 最高和亚斗在课堂上互相告诉对方自己考上的消息 两人都非常高兴 放学后最高和求人在工作室 见记过来给求人送情人巧克力 求人问最高要尝尝吗 最高怕见记揍他 见记表示自己才不是那种人 然后又向亚斗拜托他 转交给最高的礼物送了过来 小两口好奇的看向最高 而最高决定回家后再打开 虽然不是手工巧克力 但却是亚斗精心挑选的采迁巧克力 说是更加符合漫画家的风格 两周后福布也在焦急的等待答案 最后最高他们接到消息 审核通过了 连载竟然比他们考上高中还高兴 福布说虽然连载了 但也有一个坏消息 就是排在他们前面的是同年龄的婴儿的作品 编辑部有意让他们做陪衬 衬托婴儿 福布告诉他们 不要在意这些事情 哪怕是陪衬也是登刊连载 他们一定要赢过婴儿才行 福布为了庆祝两人 登刊连载还特意请他们去吃饭 说请确定连载的新人吃饭 已经成了编辑部的约定了 福布请他们饱餐一顿 并告诉他们接下来的任务也很重 毕竟他们要想办法打败婴儿 这次连载的副刊搞笑漫画一篇 足球漫画一篇 剩下的全是少年战斗风漫画 最高他们的漫画算是剑走偏锋 如果不出意外 婴儿应该会是战斗篇漫画第一 但乐观的看 他们应该会变成单条婴儿 福布决定一页一页的给他们讲细节 球人很高兴编辑能做到这种程度 但福布表示 即使你们在这次赢了 他也希望两人能在三年后再开始连载 最高却表示 他们想在这之后就开始连载 福布问他们为何如此着急 其实他也觉得哪怕是婴儿这样的天才 过早的开始连载 也对本人不好 编辑他编也想用天才高中生炒作吧 但是他也没有详细问最高原因 表示连载的事情等他们赢了婴儿 读者调查反响很好了之后再说 因为讨论的太晚 回去的时候福布给他们打了出租车 两人很感激他们如此照顾自己 福布回到编辑部和同事聊天 他说不知道为何这两人有些着急了 同事却说 或许在我们眼里和那些孩子 一直眼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呢 福布这才反应过来 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而见机听说亚都竟然没拿到最高的邮件 而最高获得邮件后一直没发消息 见机人都震惊了 难道你们就不觉得孤独吗 亚都表示或许有一点 但两人都有理想目标 所以看到最高如此努力 他也想努力 而见机却从亚都那里听出了一个消息 最后见机找到邱仁欲言又知 他表示亚都可能要搬家了 邱仁知道后也很惊讶 但既然亚都不想告诉别人 恐怕打算亲自告诉最高 见机点点头 两人都没打算在亚都之前说给最高听 不过见机想在毕业之前做成两人约会一次 就算不接完 至少要握着手出去加油吧 不可能毕业什么都不说吧 虽然约定好要实现梦想后再见面 但梦想究竟什么时候实现 绝对能实现吗 要是真的喜欢的话 梦想有没有实现也没有关系 见机觉得如果这样太难过了 就人有些犹豫 于是两人决定就和最高谈谈 最高得知亚都要搬家 表示自己明白 可是目前他们的目标是赢过婴二 所以没时间去搞那些 最高疑惑 为什么亚都不直接告诉他 而且约好实现梦想后才见面 见机一拍桌子 你小子固执个啥 完全不懂女孩子的心呢 最高却觉得 他比见机更懂亚都的心 他表示 见机是无关人 不要多玩闲事 直接把见机给切走了 求人说 最高说话的语气太重了一点 最高表示 他知道见机其实也是好心 只是他有点无法控制情绪 最高觉得 亚都虽然搬家了 又不是搬去国外 而且两人都努力的话 梦想就能更快实现 在这之前 他们就像叔叔那样 互相利用邮件联系就可以了 问题是大哥 你也没给人家邮件呢 而且 他越想越饶急 迫切地想要开始连载 第二天 最高来到工作室 求人已经蹲在工作室里取暖了 最高感慨 昨天自己也说过分了 不该说见机是局外人 他本来打算去找见机道歉 没想到求人一个电话 把见机叫了过来 见机竟然对最高道歉 说自己昨天回去以后冷定思考了 毕竟感情是最高和亚斗的 他只是头脑发热 忍不住说了这么多 两方互相说开之后 也双方道歉 最高也感谢见机关心他和亚斗 求人感慨 他们能和好 真的是太好不过了 之后见机又有些担心两人的情况 而最高他们的心搞子也过关了 见机听说接下来要忙起来 叹了口气 他本来想叫求人陪自己出去一趟 最高说没关系 今天他准备早点回去 明天才正式开始努力 不过求人有些不太相信他 但最高都这么说了 所以两人就先走了 他们一走 最高掏出一大碟纸 而见机其实并没有约会 两人在公园聊了起来 见机也看得出最高绝对不会早走 因为最高也说了 他要在实现梦想后再和亚斗见面 为了达成这一点 他在拼命的努力 见机似乎有些理解他了 因为这样也证明最高是非常想见亚斗 他还是无法做到对两人坐视不理 主要是最近在学校发现 两人都有意的避开对方 马上就要毕业了 如果中学只留下这样的回忆 两人都好可怜 丘仁说见机果然还是挺爱操心 不过他倒是挺喜欢这一点的 所以丘仁提出帮忙制造回忆的想法 终于到了毕业典礼那天 上台致辞的人士言赖 毕业的时候 小泽找到了丘仁他们 丘仁他们还是无法原谅小泽那天说的话 但对于自己动手打人 他还是道歉了 小泽却留下一句 你们俩就尽情加油吧的话 之后亚斗看到最高下意识的避开 最高也跟着丘仁去工作室的路上 丘仁突然告诉最高 见机说他今天要和亚斗慢慢走回去 所以最高立刻掉头回去追亚斗 此时见机也在拼命拖延时间 终于等到最高追过来 他立刻给两人捅了空间 本来亚斗打算擦肩而过了 见机看情况不对 立刻冲回来表示 最高会回来 肯定有声要说 然后又悄悄跑了 最高犹豫了一下 他问亚斗会等自己到什么时候 亚斗小心的回答 我会一直等你的 只要一句话 最高就振作起来 不是 你们俩倒把邮箱地址换一下呀 不久后亚斗就搬家了 但是最高并没有去找 因为亚斗说会一直等他 最高开始拼命赶稿 距离截止日期还剩三天 见机这个时候找上门了 他问最高为啥不给邮件地址 最高这才反应过来 不过见机听说 他们那天见面只说了一句话 两人顿时露出了八卦的神经 见机让最高给现在的亚斗发邮件 最高表示 要给亚斗发的第一封邮件不能随便 但现在他要赶稿子 所以忙不过来 见机表示自己明白了 会去告诉亚斗 最高已经知道他要搬家的事情 并且之后会发一封非常美好的邮件过来 然后就不打扰他们赶稿子了 最高感慨 见机其实人很不错呀 之后他们拿着稿子去见了福布 福布心里无比震惊 这就是越年轻进步越快吗 这份稿件非常不错 就看得出两人很下心思 福布本来想请两人吃饭 看得出来就人非常期待 但最高熬了两天一夜还着急想给亚斗发消息 所以暂时拒绝了 福布提醒他们要想想最后一夜的作者后继 并表示想听读者的感想 然后又提醒他们俩赶紧去办银行卡 6月份之前会把稿费汇给他们 求人立刻问了稿费价格 并且心中开始计算收入 之后两人从车站离开 最高迷迷糊糊的回到了家 掏出手机 就打算给亚斗发消息 结果不知不觉打了5000多字 直接超过了短信的上限 于是跳回去反复观看 结果就熬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 好不容易估计勇气发邮件 正准备倒下睡觉 结果亚斗直接秒回了消息 说邮件真的好长 又恭喜他登刊成功 最高再次回了一条 没想到亚斗又是秒回 说最高有空跟他开玩笑 不如多画点稿子 最高一听 诶是这个道理呀 哥呀你真不睡呀 还反手给邱仁打了消息 让他准备好下一次稿件 邱仁人都麻了 而福布收到的稿子 得到了组长称赞 不过阿雄觉得应二也不会输 毕竟最高他们组的风格是邪道 高中入学后 最高和邱仁一个版 近级被分到了三版 邱仁琢磨他们要不要想个笔名 免得话漫话的事情在高中传开 又遇到像小泽那样的人 编辑表示可以换名字 让他们今天之内搞定 最终名字采用了最高和亚斗的约定 然后在上面加了邱仁的名字 笔名告诉给亚斗的时候 亚斗忍不住笑了 说他的短信很长 连名字也这么长 不过看得出来亚斗很高兴 之后最高他们也拿到了实体杂志 看到自己画的漫画 真正印上杂志 两人非常开心 最后他们也看了婴儿的漫画 觉得他的漫画也非常的精彩 而他们的故事看得多了 有时候已经无法分辨了 不过最高却觉得他们的故事更有趣一些 符布也表示他们的确实有趣一些 因为最高和邱仁的画风非常契合 婴儿的画和故事确实比新人优越很多 特别是在绘画方面 这无可奈何 因为对方已经画了很久 但是婴儿的票会被其他的战斗类漫画分散 一对一的话或许可以赢 到时候就看读者投票了 叔叔曾经说过投票的事情 他曾经拿过20名到第二名 但是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 从年再开始他就一直有一个梦想 获得投票第一 而投票的结果有速报和最终结果 速报统计是最早寄来的100张调查票 而统计是从随机抽出1000张票 计算其中最有趣的前三 然后根据各方面数据分类 按照严格要求 他们只会报最后一次 不过他也可以说速报的情况 但正是统计才是一切结果 不过有对速报好奇的作者 所以求人决定还是听一下 福布告诉两人 在结果出来之前 他们最好开始构思下一个作品 最高便开始明白 福布没有打算让他们连载 于是最高决定去画更好的作品 在结果出来的时候 再把作品交给福布 这样对方可能就会被打动 实在不行 他们可以去找福布的上次投稿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18岁之前动画画 求人觉得最高很有理想目标 所以他回到家后果断开始连载稿子 亚斗发来消息 说他看到了复刊上的漫画 觉得他们的画风和其他人的漫画不一样 非常吸引人 最高他们已经准备画第二画和第三画了 这便编辑打来电话 说他们的速报赢了 不过他们是33票 因二是31票 接下来也有被扳倒的可能 福布打来电话通知最高他们的时候 也被阿雄看见了 阿雄担心这次输了会影响英二的连载 但是他又觉得英二绝对不会输 同时觉得最高他们应该会继续连载 不过福布并没有打算让他们连载的意思 几天后 两人带着稿件去找福布 福布表示本报出来了 他们的排名是第三名 虽然没有成为第一 但新人登稿第三已经很厉害了 而第一名的英二是503票 他们只有308票 最高愣在原地 不但输给英二 还输给了其他人 最高直接钻了牛角尖 把自己卷晕了 另一边阿雄也在通知英二 不过英二压根不在意读者的调查表 所以阿雄也没有说读者调查表的事情 而是最高挽拒了让福布看连载的事情 并表示自己从第二画到第三有所打击 福布本来想劝他这点程度就消极是成为不了漫画家的 但是他也能理解两人的心情 所以让两人先回去冷静一下 最高却在路上告诉仇人 自己准备走王道路线正面挑战 邪道是没有前途的 藤本书和独眼猫可听不得这话呀 仇人愣住 编辑不是说他们不适合王道吗 最高说那只是为了挑战赢二 可是在这方面他们没能赢啊 一千票内对方获得了500票 就证明有一半的人认为他的故事有趣 所以十人内有两人觉得他们的故事有趣也没用 一开始就舍弃半数是绝对赢不了的 所以他们打算从头再来以最高的方向发展 这样看会不会太急躁 不过正是因为年轻 所以他们才有试错和跌倒的机会 因为再想爬起来还来得及 为了了解战斗人员的内心 球人还特意去找剑机陪他练习 结果被剑机单方面暴揍 感觉战斗真的好可怕 剑机恭喜最高拿到第三 不过最高觉得第三还不够 他准备借目前漫画前一百的战斗场景全部临幕一遍 从中学习并且开发出自己的画风 明明是邪道的天才非要成为干地 剑机感慨 他们追寻梦想 真的好厉害 原来剑机初二的时候也讲过 空手道全国大赛 在那里见到了比自己厉害的人 再加上又要准备考试 所以他干脆的放弃了 亚斗在适应落选的时候也毫不气馁 继续努力最高愣了一下 亚斗也会落选吗 不过考虑到自己获得第三的事情也没告诉亚斗 最高觉得亚斗应该也是想越过难关 离梦想更进一步的时候告诉他 所谓报喜不报忧嘛 见机感慨 亚斗果然厉害 要是别的女生落选 一定想得到喜欢人的安慰 最高说他会给亚斗发消息 并告诉他自己也只拿第三的事情 互相诉说自己的失败 激励对方更加努力 另一边 总编那边讨论后 决定让英二继续连载 阿雄发现打不通电话 赶紧拎着包袱去找英二 其他人都非常羡慕 毕竟英二是随机分配过去的 相当于阿雄刚来就获得了大奖 阿雄找到英二 说了连载的事情 英二非常高兴 表示时间充裕 其他的事情就交给阿雄处理 而最高他们那边 人设和故事也在同步进行 问题是关于王道的故事 丘人写得非常无趣 也不能说无聊 但是大家都能一眼看到答案 但是最高觉得 王道的关键在于台词和战斗画面 总之他们得先搞出来 然后再去找福布看看 而阿雄也给英二找了两个助理 结果带着助理到英二家 才发现大事不妙 英二画的漫画 完全不是之前那一部 他表示 要用这一部来连载 直接给阿雄看得两眼发直 而同时福布也非常头疼 因为最高掏出了王道漫画 他说福布没打算 让邪道漫画连载 所以他们决定 直接走王道路线 福布表示让他们走邪道 是方便更好的积攒人气 福布头都疼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福布给两人解释 确实有很多新人会画王道漫画 不是因为他们画这个画的好 而是因为他们只会画王道漫画 但是其他人会写非王道的东西 这就是两人最好的武器 最高认为 目前在漫画上最受欢迎的 就是死神和全职猎人 火影忍者海贼王这种王道战斗类漫画 福布表示 你们和人际连载漫画放到一起 考虑还早十年 好不容易在副刊上拿到第三名 如果非要转型 这就是浪费天赋呀 最高表示 可是副刊上得到第三页不会连载呀 福布决定退让一步 他表示 他们下次如果在副刊中 能获得新人排行第一 全体第三 本刊短片前八 能做到这一点 他就考虑让两人连载 但是王道漫画不行 至少目前这一篇完全无趣 丘仁表示他们会回去想 让福布都觉得好看的王道漫画 福布没想到丘仁也会装男强 他劝两人 目前最适合他们的风格不是王道漫画 主编也觉得福布难得这么激动 没想到 福边表示 毕竟最高他们很有天赋 在福边看来 比起鹰二 更期待最高他们 但他也担心 两人陷入编辑 较好却不卖座的类型 就在最高他们争论的时候 富边界突然收到了消息 鹰二竟然无法赶上连载了 原来鹰二画的是另一部作品的新一画 还表示要用另一部开始连载 两边的编辑都裂开了 此时部长却接了富边界的电话 让阿雄把鹰二和他的作品带过来 最高他们听说鹰二要过来 顿时露出好奇的表情 阿雄听说 鹰二对那边很好奇 就知道这家伙完全没意识到自己闯了祸 他也反应过来了 自己不能半吊子的心态当编辑了 他匆忙带着鹰二离开 这两个助理都傻眼 他们要不要辞职啊 阿雄问鹰二 如果现在让你画之前那一篇的连载 带上助理要几天左右 熊二被他凶了一下 表示没用过助理 但应该四五天就可以了 不过他还是准备带鹰二过去说一说 鹰二一进边际部 最高他们的目光就落了过来 而此时部长就看了鹰二的漫画 并且对这部漫画的评价非常好 准备把连载改一改 然后问阿雄 鹰二的新一画大纲写完 阿雄转头去找鹰二 没想到鹰二已经趴到最高他们的桌边 并表示他是两人的粉丝 因为他们画的那篇短篇很有意思 还说自己的脑袋写不出那样的故事 不过看到两人是同龄者 他很开心 因为他来这边都没什么朋友 他希望能和两人做朋友 共同进步 最高他们都傻眼了 这看起来不像是在嘲笑 他好像是认真的 阿雄问鹰二 有第二画的内容吗 鹰二表示有啊 全部都在脑子里 给他一个小时 他现在就能画出来 阿雄本来打算把鹰二给拽走 没想到福布却让鹰二留下来 准备让最高他们看看鹰二的作画 这样好让最高他们放弃走王道路线 谁料到鹰二神仙画画 三十分钟不到就把三十多页的稿子画了 阿雄赶紧把他拽过去找部长 本来福布想劝两人放弃 没想到两人看了更加上头 表示要去挑战鹰二 毕竟只是眼下的王道 内容还不够有趣 福布实在没办法劝阻 于是给两人半年的时间 如果他们拿不出让他觉得有趣的故事 就得按照他的方程走 但如果之后还要坚持 他就不会再做两人的编辑 所以两人直接答应了下来 既然两方都约好了 福布也会给他分析王道漫画的优点和缺点 首先王道漫画需要明确主人公战斗的理由 毕竟得让读者产生共鸣 战斗还有有形 有魄力且简单易懂 还有非常有魅力的反派角色 最好再来一个可爱的女角色 在设定方面也不能太过明显 不然会让读者觉得无趣 此时婴儿悄悄溜了过来 他的新作已经决定连载了 婴儿表示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求人不止下温 赶紧问婴儿怎么想 婴儿表示 其实自己的脑海中根本没有所谓的打杠 因为他喜欢的决策会自己动起来 刚才只不过是为了忽悠编辑他们 不然那群人还不会让自己连载 最高他们听到这里也愣住了 没办法 天才就是任性的 最高也想让决策脱离自己的手还能动起来 福布却觉得两方不是同一种类型 所以他决定打断婴儿 表示每一画的大纲还是很重要的 婴儿觉得或许有可能吧 大概他是那种会边想边画的人 最后表示自己已经明白了 他告诉婴儿 他们也会回去努力 并会尽快地追上连载 婴儿表示完全OK 说不定到时候自己已经是第一了 最高却说 这个世界第一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于是婴儿也接受了他们的挑战 立刻跟着编辑回家了 婴儿说最高他们要画的战斗类漫画 阿雄觉得他们不太可能成功 不过婴儿说最高他们肯定会成为自己的对手 尤其是最高 和阿雄带来的那两位助手完全不一样 最高的眼里仿佛有火焰在燃烧 简直就是少年漫画中的主角 邱仁问最高刚才是怎么想的 最高表示 王道和邪道其实都是一样的 他们只是回归了原点 要让故事变得有趣 人物变得鲜明 不过负责想剧情是邱仁才对 但他也会帮忙争取画出最有趣的故事 同时亚兜的试音也再次落选 不过他们训练的老师又给了一个新的任务 表示会让配音所有天赋的新人去尝试 但是需要用到演技和唱歌方面 亚兜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去一趟 而亚兜回家的时候还见到了剑吉 因为马上要休息 剑吉特意来亚兜的新家来参观 得到亚兜一家人的热烈欢迎 而剑吉也发现亚兜有了新的试音稿 不过亚兜看起来似乎不太高兴 主要是他觉得自己唱歌不太行 毕竟一开口就无音不全的样子 而母亲还在八卦剑吉的恋爱 听到剑吉说秋仁和最高 最近非常努力 为了画漫画 甚至还和自己对战 但对方从来不喊苦不喊泪 一直都朝着梦想前进 听到这里亚兜也冷静了下来 晚上休息的时候 剑吉叫住亚兜 说他要是不想去也可以拒绝 有人欺负他 自己会帮忙 亚兜说自己的演技不好 差歌也差很多 但是他一直想参加试音 这样真的好吗 但是他会加油的 他也想像最高他们那样努力 之后亚兜就把原作看了 也每天到KTV里面去练歌 终于到了试音那天 亚兜还遇到了一个不小心摔倒的女孩 他把人扶起来 很快也开始了试音 而最高他们也在想剧情 秋仁觉得笑点很难安排 银儿那种能一边想一边写的人 真的很恐怖 但最高却觉得 遇上银儿是目前让人最热血沸腾的事 换漫花一年了 他的热血也没有被磨灭 两人来到工作室继续做梦搞的 此时最高收到了亚兜的消息 亚兜通过了考核 获得了一个角色配音的资格 声优出道要比他们更加受欢迎 最高开心的同时 又发消息给亚兜说 自己会努力让他再等等 亚兜表示他早就说过要等最高了 让他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确认亚兜终于要声优出道后 最高和丘仁他们约好在工作室 看他的配音动漫 见机感慨 接下来只需要最高他们动画画就好了 之后让亚兜来担任主意的配音 最高摇头动画并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亚兜也要努力进步成为真正的主意 他们对梦想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最高之前都是画证据 突然要他去画可爱的女孩 他反而有些不习惯 好在丘仁提醒的 初中的时候画过亚兜的画 果然这样的画风画出来就非常的可爱 而此时丘仁也拿出一份新的分镜 准备画一个天使为主角的故事 设定在目前的杂志里非常少见 最高感觉挺有意思 不过剧情还需要打磨 此时福布打来电话 说马上有一个金未来讲 但结稿时间比较仓促 问两人愿不愿意去参加 丘仁表示他们愿意 如果能在金未来奖杯中取得第一 就可以立刻连载了 所以他们立刻开始讨论剧情 连剑集邀约看电影都拒绝了 剑集没有打扰他们 感慨要是自己有梦想就好了 最高他们把分镜拿给福布 福布看过之后觉得很厉害 因为丘仁已经把之前他提到过 所有细节都融入进去了 但是他最多只能提意见 能不能做出更好的文化 还得看这两人 毕竟如果编辑能够看出哪部漫画会火 他们早就自己去画了 所以漫画家必须要超过编辑才行 不是说这部作品不行 但是丘仁他们不能只停步在把自己的意见吸纳的程度 还要拿出让他震惊的细节 而最高的作画已经很不错了 有些编辑止不住的地方需要靠最高他们自己创作 虽然难度有些高 但这两人很有天赋 福布特别看好他们 也收下了这一份稿件 不过最高却不是很满意 因为他们还没拿出让福布经验的作品 要知道叔叔曾经说过 能够获得出道的人有很多 但在这其中能连载的也只有几十分之一 所以只是被选中还远远不够 他们需要做的是积攒人气 另一边 婴儿他们在画漫画 之前请来了两个助理 瘦的那个家伙已经跑了 反而是钟情留在了那里 婴儿听说最高他们去参加金卫来奖杯 觉得两人一定能够拿第一 然而 没想到丘仁收到的消息竟然是落选 福布先拿着他们的稿件去参加了夏季的周刊 结果 那边遭到了落选 两人都有些遭受打击 最高觉得是自己提出一定要以王道取胜 这才牵连了丘仁 丘仁摇头 他也说了 要一起以王道拿第一命 偏偏今天遇到这种事 他们看亚道的动漫都有些紧张了 一直放到片尾才有亚道的四句台词 不但如此 片尾曲之后还会有配音穿上C服登场 其中也有亚道的身影 当丘仁以为亚道会羞涩的时候 最高就觉得亚道一定想站在最前面 所以他们不能在这里说给亚道 于是再一次振作了起来 第二天 最高就发现丘仁没来上课 此时福布也在看投稿的事情 放学后 最高在草坪找到丘仁 此时旧人突然收到福布的电话 福布特意去金未来奖杯拿了落选的评语 上面的审核给他们的评价 其中有一句 很难想象 这部作品是先前那两人创作的 虽然剧情很有条理 可惜变成了赵本宣科的作品 也有人评价未来可期 这样的评价 看得旧人泪流满面 与此同时 剑吉在书店看了个杂志 准备离开前 目光却落在一旁的小说上 第二天上课 剑吉拿着昨天看到的杂志 给最高他们看 原来亚斗已经登上杂志 还写着 声优界备受期待的美少女 就连事务所的官网也登刊了 本来亚斗的学校是禁止打工的 结果差点出了问题 幸亏亚斗平时学习非常认真 所以得到了校房的许可 同时 剑吉告诉众人 自己准备发表小说了 为了向其他人看齐 他的目标是发表恋爱小说 故事原型 就以最高和亚斗来 当然身份也从漫画家和声优变成了小说家和女演员 目标是出版小说 排成电视剧 另一个成为主演 正好 最高他们也在想女主的形象 最高表示 他其实不是很想让剑吉参与剧情 剑吉觉得这样不行 创作女主 不是应该也体谅一下女主的心情吗 最高却认为 少年漫画的女主 只要男生喜欢就行了 剑吉不管 他本来想让丘仁给自己看看剧情 结果最高却拉着丘仁去讨论分镜了 剑吉有些失望 这一幕被丘仁看 当晚丘仁怎么也写过剧情 于是他告诉最高 再这样下去不行 他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勉强的写出原案 试图想一些出色的设定 但是这样不行 他必须得创造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角色 这才是因二所说的 会自己动起来的角色 但是怎么写他也不清楚 所以他决定在这个暑假一个人看看 所以他表示会在暑假写出有趣的故事 结果在一个人落笔的时候看到了情侣 另一边组长问福布 能不能让最高帮忙作画 福布表示 最高和丘仁是双人组 当然不行 没想到阿雄却找了过来 问最高能不能帮英二做助理 毕竟两人年龄相仿 又是暑假 福布觉得不太可能 他感觉最高把英二看成对手 阿雄却拜托他先问问 福布说得获得两人的同意才行 不过他还是打电话问了 此时丘仁因为想不出剧情 正在和剑吉约会 而最高也离开工作室准备回去 丘仁接到电话 他表示自己最近遇见了瓶颈期 感觉自己目前拖累了最高 如果最高同意去的话 他不会阻拦 于是最高也接到了电话 福布说丘仁不会阻拦最高 而最高要去英二那里 当然也不会勉强最高过去 不过最高想起大家的约定 于是立刻答应要去 剑吉听说后有些难过 担心是自己拖累了两人 最高想去英二那里 其实也是会学点东西 免得让丘仁那么烦恼分镜 结果自行车一转弯 就看见丘仁和剑吉在公园K死 不是 这是什么构图啊 你应该就是纯纯的兄弟情吧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像劈腿的构图啊 不过最高还是相信丘仁的 毕竟是暑假 谁都有约会的时候 丘仁肯定有在认真的画分镜 于是他来到了英二这里 然后就发现英二在疯狂放音乐 队内除了中景之外 还有一个白毛少年 这个白毛叫福田 是昨天刚到的助手 据说入选过两次收中奖 是阿雄非常期待的未来卖画家 最高发现福田竟然在画分镜 据说在这里的时间特别空闲 因为英二作画会把背景都一起搞定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涂黑涂白以及贴网点 他待在这里就有助手费 交通费和餐费 福田问最高的获奖经历 最高还没有说得过奖 只是在那个次登过一次 这个世界靠钱和智慧的作品 福田非常惊讶 要知道 大家都评价15岁的鬼才少年来着 一旁的钟景裂开了 一个天才高中生 又一个15岁的鬼才少年 福田说最高的那篇故事确实不错 但是想在少年照不上连载 还是差了些 他并不是不服输 只是对自己非常自信 同时又问旁边的钟景 将来是不是打算当职业助手 毕竟他的年龄已经不符合连载了 钟景被说的表情复杂 最高感觉这种氛围作画好尴尬 不过钟景并没有生气 而是给最高讲解在这里工作的流程 将几地上的稿件完成凸黑贴网点 然后放回原来的位置 哪里需要做什么都被英二安排好了 在这之前他们只需要等待英二的稿件 最高问他可以在英二身边学习吗 福田表示没用的 英二和其他经验丰富的老师不一样 他没有要教人的意思 最高表示没有要英二教的意思 因为目前英二的画风是他们这里最好的 福田感慨 最近的年轻人真是让人理解不能啊 而且还很嚣张 周宁肉眉 你小子不也一样 此时英二转头看了一眼地上的稿子 然后突然看见了最高 并称呼他为老师 福田他们都愣了一下 英二觉得最高不应该来做助手 他们好好画漫画就行 毕竟这个世界靠钱和智慧很有意思 最高告诉英二 这个故事是秋人想 英二说秋人非常的有才华 最高确实有些受打击 他表示 所以在秋人想故事期间 他准备来英二这里学习一下 英二觉得自己没什么东西可以学 不过他还是搬了根板凳给最高 待遇完全不一样啊 与此同时 秋人也在网吧和剑集一起写剧情 不过漫画的剧情他一点都没想出来 想起最高去当助理 求人也有些难过 他觉得自己没有完成故事 让最高等待他不如去做点事 不然自己会很愧疚 毕竟最高的作画已经是职业级的了 英二告诉最高 成为第一果然不简单 他的连载第一画成了第一 但是第二画却是第四 他非常受打击 最高表示第四名也很厉害 第一画是卷头 而且才也很多 所以拿到第一并不奇怪 但是第二画才是决胜负的 不过英二却在一群动画画的作品里 拿到了第四已经很不错了 将来努力一下 说不定能在一年内动画画 没想到此时福田突然插嘴 他表示 第十周就是分界线 如果第二画的话开始降名次 半年就会被腰斩的 他看了第三画和第四画的复印稿 还有地上的第五画之后 就有这种想法了 最高决定看看第三画和第四画的稿 看完之后确实觉得还很厉害 但是只有第一画让他感到惊艳 第二画和第三画虽然有趣 但是没有厉害到那种程度 如果不让读者觉得有趣 人气就会下降 英二后期 那该怎么办 最高觉得应该要考虑到读者的想法 福田点点头 如果只是自己高兴 或者画的帅气九号的话 英二应该会去画同仁志 可他现在是连载的职业漫画家 最高他们的故事很有趣 那是因为那篇故事让读者思考了 英二的画画虽然是天才级别的才能 但也仅停留在阅览无数漫画的编辑部那里 最高感慨 小田很有想法 福田表示自己可是要成为职业漫画家的人 而此时英二却一拍桌 表示他要把四到五画全部重画 福田很疑惑 自己为啥要给对手提意见 但是最高却很期待画好的故事 福田和他对视野 两人都有些期待 于是他答应帮忙 表示三人会不断的提意见 最高感慨 福田原来也是个好人 只是嘴有点毒 福田说他的目标是改变轴盒 可不希望对手在这里碰一鼻子灰 他们的目标是让英二的漫画重回第一 门外的中景镇景 这算是年轻气盛吗 可是他们的才华和干劲都很强啊 英二说福田已经准备出道了 所以称呼福田为老师 福田还笑 说这里唯一不能被称呼老师的只有中景了 中景在后面眉头之皱 最高头疼 他自己的情商不算高 没想到还能遇到更第一的 但福田的剧情分析的头头是道 最高也给出了一定的意见 英二听了之后非常有灵感 抬手就准备画原画 被最高他们打断了 如果不先画分镜 他们怎么看出有没有意思呢 于是英二只能委屈爸爸的拿出稿纸 只看一眼 福田就觉得冷汗之了 这家果然很有天赋 最高也非常震惊 此时福田问最高 你是双人作画 就不担心搞费减半的问题吗 毕竟你作画不错 而对剧情也有一定了解 这不考虑自己画吗 最高摇头 他说丘人在故事上比自己更有天赋 而且他们确实是双人组 福田表示自己还有事 要先走一步 英二说他们明天下午之前 会把稿田画好 但福田却告诉英二 他要把背景和效果空着 交给他们来画 在想那些的时间 还不如去想故事 最高也觉得 投入更多的故事更好 福田表示 钟景也在这里 他可是做了十年的助手 要是背景的话 绝对能画出比英二更好的东西 技术也绝对不是盖的 福田也不是不会夸人 他就是嘴毒物而已 钟田笑眉眉的表示 在这方面他很有自信 福田吐槽 但是这对连载的人来说 不是很重要 康格顿时大受打击 最高觉得福田还是蛮有韧劲的 他也很希望和这两人的对决 晚上钟景带着最高下楼吃饭 他点了一大堆吃的 并告诉最高 英二很大方 只要拿了发票 他都会给报销 最高准备在这里熬夜一晚帮忙 结果到了现场后才发现 英二一直在画画 作画节奏完全学不来 他只能回到房间内休息 却发现钟景竟然在哭 他说自己也想做连载画家 或许放开做职业助手会更好 可是他实在做不到放弃 最高并没有否认他的梦想 第二天 两人发现 英二真的没有画背景 于是 他们立刻投入了工作 最高惊讶的发现 十分复杂的背景 钟景竟然能打个草稿 就直接画狗信 同时 编辑找了过来 听说他们在重画 非常惊讶 尤其是听说 英二还画了分镜 更加震惊了 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趣 英二也道歉 说自己以后会认真讨论 毕竟天天被人喊天才 要是不努力进步 早晚会变成天狗 阿雄感慨 再这样下去 英二有机会成为第一 第三画的速报是第三名 比第二画要好 但是英二绝对不会后悔重画 因为新的故事更有趣 而且 英二也学会了和编辑讨论 最高觉得 英二开始画风景也很好 但是发誓 一定要在这里学点什么 要帮助求人才行 编辑还记得 英二说过 要完结一部漫画的权限 要是这家伙成了第一 哎 算了 等到那个时候再头疼吧 而编辑在准备离开前 福田叫出了他 福田一直认为 少年照片以人气登刊 第一部公平 因为杂志放第一篇漫画 会让人产生一种念头 这一篇人积一定很高 别人看了 我也得看 他觉得这样不公平 编辑表示 人家别的杂志都是这么做的 要说这种话 还是等你连载再说吧 福田的话还没有结束 他觉得光凭调查就得让人气漫画腰斩 他也很不满意 这样就像是在说 编辑部没有能力判断漫画是否有趣一样 编辑告诉他 这种话绝对不能在编辑部说哦 福田表示 正是因为这种原因 很多漫画低话必须要精彩 那种漫射型的作品可活不到第三话就被腰斩 这造成了很多作品读起来感觉都一样 所以编辑部自信的推出稿件 好歹要保证对方出到单行本为止吧 编辑表示 如果所有的作品都这样 每年就只能推出五部新连载了 福田表示 他认为还是有这样的作品的 虽然开头很普通 但逐渐有趣起来 或许你要寻找的是家庭教师 编辑觉得也考虑到商业化 但因而却认为福田说的话很对 他之前都没考虑过轮番登刊的事情 这样子的话 听起来大家像是为了拿到调查表现成绩作画一样 就比如说他喜欢一部漫画 但是因为有点羞涩 大家都不敢投票说喜欢 这一点最高和硬二很能理解 但在这之前 他们必须要轮番登刊才好 最高觉得他喜欢的那部漫画 还是被编辑部考虑到了 毕竟那部漫画的彩业非常多 福田觉得 杂志后面放泳衣照片才是最好 最高认为他这样完全是个人爱好 他们要改变少年招跑 肯定是要从漫画故事开始改变 钟景提醒他们 聊之前先把稿子画完 好在此时银儿已经画完了 剩下的就是最高他们涂黑和铁王点了 银儿看到钟景画的背景十分感慨 画得可真好 钟景并没有因为他的夸景而沾沾自喜 银儿觉得这样下去完全OK 于是让他们先画 自己准备休息去了 福田提醒他 睡前先想想和编辑聊的话 毕竟他一睡就是20个小时 于是银儿开始在现场想对话 他表示自己想加入一个新角色 然后从柜子里掏出一堆本子 原来银儿小时候比较穷 没钱和大家一起出去玩 于是每天在家画画 那个时候特别开心 本子上就积累了很多设定和人物 想起来就能掏出来用 这一部漫画的主角也是从本子上画出来的 福田甘恺 小学生确实会有很多想象 不过后来会稍微好一点 就以漫画家为目标了 而这话却唤醒了最高对小时候的记忆 当时他还看了叔叔的动画 在叔叔去之前他也在画画 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很开心 其中还画了一个黑头发的侦探 他相信求人一定也有想画的东西 所以他将是抓到了一丝灵感 表示自己想辞去助手的工作 银儿看他的眼神就明白 他应该懂了些什么 于是答应了他离开 福田就告诉最高 现在走不合适 毕竟第五画的内容可是他们一起想的 钟景却说没关系 他可以帮忙 漫画家需要的是不断画下去的毅力和体力 他也会争取早日成为连载漫画家 他绝对不会放弃的 最高非常感谢他们 他决定先留下来把第五画画完 而此时秋仁还没想好分镜 赶紧打开电视看亚斗的配音 旁边睡着的哥哥醒了 让秋仁帮他录好这一期 而最高结束赶稿后 便和编辑说了再见 最高离开的时候还想起婴儿的话 自己小时候想画的人绝对是有的 而此时秋仁已经被剑辑带回了家 他这是在幼儿园之后第一次来女生房间 剑辑告诉秋仁 他的投稿作品已经得到回复了 对方表示希望他继续写下去 秋仁推推眼睛 咋能不厉害呢 毕竟他是来帮忙改作品的 因为原型是最高和女主 所以写起来还挺顺畅 剑辑表示以后要拜托秋仁了 秋仁却说不行 因为他还要画分镜 不过他可以帮忙写个小本 毕竟剑辑已经可怜巴巴的看着他了 此时秋仁发现还有作品投稿的分类 其中就有一个推理的分类 而最高回到家听说 父亲和朋友去温泉了 他把这段时间赚来的稿费给了母亲 表示之后拜托他们帮忙 交工作室的水电费 母亲非常惊讶 孩子长大了 而最高火速上楼翻出了小时候画的画 看起来非常的差劲 他上来本来想找一个侦探角色 翻了半天才找到当时他设计的一个角色 明明是侦探 但就会诱骗 无法凭证据逮捕犯人交出证据 所以被称为欺诈推理师 想到这个角色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最高发现秋仁家里除了小说之外 还有很多推理作品 虽然执着于战斗漫画 但侦探漫画在少年杂志上也非常枉道 而且这个类型对于秋仁来说一定很好上手 所以他立刻打电话通知秋仁 没想到剑吉也在那里 还说小说那边已经有结果了 秋仁也告诉最高 现在网上大家都呼吁亚斗出场了 不过最高好奇他俩怎么会在一块 秋仁说因为他喜欢剑吉 而最高和亚斗的那种恋爱风格和他们不一样 最高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也想和亚斗在一起 所以他给亚斗发了消息 前提说明希望亚斗不要生气 但是他想问亚斗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和我见面也没关系呢 其实说到下期的亚斗也非常难过 他难得没有立刻描回 最高认为对方是太忙了 结果一觉醒来看到消息 亚斗说他想珍惜和最高约好的梦想 他觉得梦想时间后再见面 喜悦和爱会变得更加浓厚 所以最高骑着车早早就出去了 不管邱仁有没有创造出好的作品 他也要认真地画漫画 为了早日见到亚斗 而此时时间也来到了最后一天 最高和邱仁始终没见上面 邱仁之前还说 最高和亚斗的恋爱观不对 所以等到最后一天 邱仁还是没能写出剧情 第二天上学时 最高告诉邱仁 自己会一个人画漫画 因为他没有遵守截稿日期 于是邱仁将钥匙还给最高 最高表示 自己不会打扰两人谈恋爱 邱仁却认真地告诉他 见急并没有影响他写东西 倒不如是反过来 他现在对邱仁是认真的 他也希望让作品大卖 像最高和亚斗这样实现梦想 才见面也挺好 但恋爱各有形式 他一开始没有想过为女生而努力 但现在这点和最高是一样的 最高也觉得自己或许是搞错了 但为了儿女私情 过了节考期是不行的吧 邱仁表示 自己一定会成为漫画家 即使是和别人合作 也要朝这个目标局 最高表示 邱仁的话迹太差 到时候他会帮忙重新画一遍操稿 免得对方看不懂 他也会把笔名改一下 见急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事 从邱仁那里听出了两人分别后 见急认为问题处在自己身上 因为邱仁在暑假一直陪着自己 邱仁却说 他每天晚上都在认真写稿子 可是卡到瓶颈期确实写不来 见急觉得他应该和最高说清楚 他相信最高会理解邱仁 邱仁表示 这样说的话就像是在找借口一样 他不希望自己这么软弱的出现在男生面前 但见急无法接受 他准备去让最高说清楚 邱仁叫住他 说这样并不代表结束 他还是想成为漫画原作者 最高也要成为漫画家 因为他现在很喜欢见急 但是见急如果把真相告诉最高他们 自己一定会生气 福布也听出来了两人的事情 还以为是他们吵架了 此时福布看到最高的设定 觉得这个欺诈师的角色很有意思 如果能写出故事才好不过 但正因如此最高更需要邱仁的帮忙 所以在他的言语中疯狂暗示邱仁 然后他借着上厕所的时候赶紧打电话给邱仁 这才得知 因为邱仁没有按时交稿才控火 邱仁说自己确实对王道作品不太了解 所以他最近在写推理作品 因为自己擅长作品类型 所以没能把作品给最高看 福布人都傻了 可是你俩想一块去了 结果因为没开队的语音 所以崩了 不过福布没有直接说明 而是让邱仁把作品写好后再拿给他看 并表示主人公只要是侦探就行 他们一直相信邱仁的创作能力 然后福布又回到桌面 让最高去先画分镜 一定要创造出和画一样优秀的作品 此时组长走了过来 发现只有最高一个人 他突然笑眯眯的凑过来说 他们俩是不是拆开了 又问最高愿不愿帮忙做画 他这边有一个作者可以推荐 吓得福布赶紧拦在最高面前 走走走走开 别拆我的仔 因为声音太大 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福布也告诉最高 刚才组长想推荐的作品确实很优秀 最高却当作画一定能受到欢迎 获得人气后一定能够连载 他们最高愿意去吗 如果愿意自己可以去道歉 并拜托对方重新推荐 但如果你去那里的话 就要做好再也无法和丘仁搭档的准备 而此时最高却想起和丘仁在亚道面前受的约定 以及他们之前爆肝的日子 最高很难过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头绪 所以福布告诉最高 这样半吊子的心情 还是不要去画丘仁以外的奋劲了 等最高失魂落魄的离开后 福布反手就是一个电话 打给丘仁 第二天两人见面 福布问丘仁是厌恶和最高一起组队了吗 福布表示 是他主动邀请最高一起成为漫画家的 他也很想一起画漫画 但变成今天这样是自己的责任 所以他想拼命努力 做出成绩 让最高说出还想和他一起合作的话 福布停了松了一口气 表示自己会帮忙 只要求人按照他的说法做 他一定会让两人再合作 也会让他们的漫画成功 福布说 他们俩现在特别有默契 要拆开行动也很难了 福布说 最高现在正在做侦探类型的作品 求人还以为福布把自己写的作品告诉给最高了 福布摇头 说他从来没有说过 所以他在镇静于两人的默契 明月的准备拆伙 却各自画了相同的类型 于是福布告诉求人 希望他在毕业之前瞒着最高画推理故事的分镜 瞒着是因为推理故事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打磨 所以他才打算用两年的时间来打磨故事 但求人觉得这样是在欺骗最高 福布告诉求人 现在Job机制是短片登盖后 受到读者欢迎就连载 交到连载会议上的三话 只要有趣就可以连载 但是连载开得太突然 对于新人来说有些熬不住 所以他准备花时间慢慢来打磨作品 之前他就有过这样的想法 他说战斗漫画只等他们半年 但推理漫画就不一样了 他希望两人花两年时间充分画好分镜 然后让最高来画 一定能做出很有趣的作品 高中期间就连载确实很酷 但是很快被腰斩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他们需要花时间好好储备经验 而在这之前 最高的合作都会被他想办法阻止 但是求人知道 最高和亚特的约定 所以他说 最高能达到单独连载的地步 肯定是希望最高连载 福布说他昨天和最高谈过 最高的表现是 他很想和求人继续合作 从他拒绝大热的作品就能看得出来了 所以求人决定 把自己画的推理漫画的事情 告诉给最高 福布知道收了的话 最高会立刻朝着连载的方向考虑 福布认为为了他俩着想 应该打磨更好的作品 他正说着最高想画的人设 求人却让他先不要提 因为如果自己知道 就会去想符合最高画的角色的故事 他要凭自己的本事 画出更好的故事 到时候再说服最高和他一起合作 却不料这一切都在福布的计算之中 他知道自己这样说 求人就绝对不会告诉最高 他在写推理故事 即使一起用试也会画出有据的分镜 不过剑吉看着两人分开有些难过 为了让两人和好 他想尽一切办法 听说最高不会画分镜 他就来回给两人传画 听说求人暑假也在努力分庆 还借了剑吉家的电脑 最高感慨 求人都那么努力了 还画不出来 自己真的能成功吗 不过他已经决定 即使一个人也要走下去 他一定要为亚斗创造出漫画 见机无语 你俩就不能在一起吗 两个月后 最高依旧还在纠结故事 福电打电话问最高什么情况 他们都准备在本刊发短片了 虽然上交了连载会议 但是却被驳回了 让他先画短片看看成绩 福电说最高也是因为他们小队的人 一定要好好干 一起改变照片 毕竟就连中景都开始努力了 最高始终写不出稿件 他都开始怀疑自己真的能成为漫画家 此时亚斗收到了见机的电话 这才知道两人拆伙的事情 见机知道这个事他不能说 可实在是不想瞒着作为目标的亚斗 然而第二天求人找到了最高 说自己画出了五本分镜 希望最高帮他改一下草稿 最高震惊 自己一篇都没做出来 人家已经画到第五篇了 结果打开一看 发现是个侦探故事 最高以为求人是从编辑那里 听说了自己的事情 求人说 后来确实是听说了 但是对方说的时候 是自己已经开始写侦探故事的一个月后了 他是在见机投稿手机小说网络那里 看到推理故事的分类才决定的 那天正好是两人打电话 最高辞掉助理的时候 他也是那天才决定要画侦探故事的 难怪福布说他有默契 两人谁也没想到 竟然在同一时间想到了同一个房间 两人顿时笑了起来 感慨福布果然是个谋略家 但是丘仁也没打算瞒着最高两年 他觉得是自己没有及时给出稿子才让最高生气 最高说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生气 他最开始是以为丘仁和见机一起玩 才耽误了写稿的事情 后来才发现自己误解了 他应该是在吃见机的醋 对 你俩的感情不对劲 而且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冷静下来后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创造是需要丘仁的 于是两人拍手可好 丘仁出了个鬼主意 他表示要吓一下福布 说他们俩继续告诉丘仁要拆火 然后等个半年 在这期间画出一部分能够认同的分界 至少画到十话左右再去找他 虽然福布说要瞒最高两年 但他知道等不了那么久 虽然侦探故事确实需要打磨 但对两个人来说两年太长了 所以他的条件是半年 丘仁认为这半年可以好好创作分镜 偏一偏福布 最高认为很不错 因为他的漫画《人设》也是一个欺诈侦探 丘仁感慨他俩还真是有默契 最高将工作室的钥匙交给丘仁 辞职见机杀了过来 希望两人能再次和好 结果却得知对方已经谈好了 见机感慨 白让自己哭这么久 最高为了表示愧疚要请他吃东西 其实见机大呼不妙 他跟亚斗说了两人拆火的事情 最高说没关系 还反手给亚斗发了消息 看到这个亚斗高兴的笑了 然后秒回了消息 说你俩的频率这么吻合 以后说不定我会妒忌丘仁呢 这小两口还真是同类型的人啊 结果见机在他们久未来的工作室 发现这里已经堆满了最高遗留的垃圾 见机无奈的开始打扫卫生 而此时丘仁也看了最高的设定 并且立刻给出了很多灵感和建议 然后两人意识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要创造出这种欺诈类型的主角以及有趣的故事 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可眼下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半年了 要知道 在他跟福布说要创造侦探故事后 对方反手就给他寄了六个大箱子的侦探类型的作品 我的天哪 福布这个编辑也太好太靠谱了 这两人算是遇上贵人了 修人需要看完那些作品都要花两个月 所以他们的时间看来只能再推一推 没想到此时建议却说他来看那些物品 然后就可以把要点告诉给修人 到时候修人提取精华 也能同时创造分镜让时间缩短 能看到两人成功 建议其实很开心 至于小说故事就先放弃了 不过修人劝他再考虑一下 而且最高也认为一些侦探的氛围需要自己去看 他说时间推迟也没有关系 其实是因为自己太着急了 看到亚斗声音出道后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追上 现在想想18岁之前动画画也太着急了 建议却打算两人 可这样退让董事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最高 两人组队拆散的时候他就特别难过 他真的很希望最高能跟亚斗在一起 最高很感慨建议的担心 所以他表示他一定会努力创作的 建议感动的抱住修人 表示他们俩以后也会结婚 修人震惊 你竟然向我求婚了 建议愣着 不是 咱俩都结构稳了 你说这话 最高被一口狗粮塞的椰子 之后建议天天看侦探作品 总结精华给修人 班上有女士好奇 修人和建议的关系 建议表示未来都是要结婚的 女同学震惊 不敢置信的看向最高 最高表示这很正常啊 他也有未婚妻 坏了 让这两人装到了 建议安卓说的提醒最高 亚斗的生日快到了 最高其实一直都记得 但因为约定他也只能发信息 对于他们来说 爱也是多种多样的 亚斗也一直在等他的短信 至于礼物 最高也没时间准备 在春季之前他都要忙于分镜 建议告诉两人 亚斗之前演出的动画 大受好评 要出第二集了 而且亚斗据说 会唱第二季的片尾曲 说是让最受欢迎的三个人唱歌 也就是说亚斗走上了 偶像声优的道路 亚斗还跟建议说 别让最高看到直播 结果最高 他们还是跑去看了 结果就发现 亚斗确实不太会唱歌 而且片尾曲不但要唱还要跳 最高是很高兴 但也有些不好意思 他能看到亚斗的努力 但是亚斗却看不到自己 建议表示要给他拍照发过去 但最高还是很羞涩 几天后 福布单独打电话问两人的情况 本来以为可以促成两人合作 结果两人故意分开来骗他 没想到最后 自己反而被套路了 所以当春季看到两人的八华大纲时 福布傻眼了 不过最好也很感谢福布之前的帮助 他们俩知道福布是真心在为他们着想 但福布也没生气 毕竟能看到他们再次合作 他是很开心的 而且在看到两人的作品之后 感觉自己真的被两人骗了 这次的作品非常有趣 但是他再三确认 他们真的要在高中开连载吗 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最高说 婴儿也是高中生 并且还是一个人呀 不表示他知道了 但是他有两个条件 第一 最高他们要参加下一次的金未来奖 并取得好成绩 这个金未来奖杯是在夏天 但现在还是春季 所以在夏季来临之前 他们以两周一画的进度 每一画19页的标准 把这个漫画画好 然后带给他看 虽然还没有连载 应该是一周一画 但是因为两人要忙于金未来奖杯的原稿 而且他们没有助手 丘人一听就知道会非常累 但是最高答应他一定会做到 福布表示 不但如此 他们要以完成版的原稿带过来 并且商量着下一画该怎么画 相当于连载的预言 一般不用做到这种地步 可是如果他俩连这个都办不到的话 一边上高中 一边画是画不出东西来的 他们俩和婴儿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战斗漫画和推理漫画 在制作故事方面也是不一样的 画的东西如果不能用于连载 这份努力就会画为泡影 最高很感谢秋人的关照 但他还是决定要这样做 并且取得连载的机会 福布说 他们如果能做到这一步 上面也绝对不会拒绝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这个作品非常有趣 两人离开编辑部 在门口遇到了福田 福田说上次排名第七 在连载之前 阿雄让他先去参加 这次的金蔚来奖杯 听说最高他们也要参加 福田表示 上次短篇比赛输给这两人 这一次他一定要超越两人 最高他们也表示 绝对不会认输 两边一拍即合 决定堂堂正正的比一场 毕竟争取第一的人 可以正式连载 所以他们下定决心 一定要拿到奖杯 两人回去后 完成了前四集的漫画内容 并且守住了截考期 不不点点头 他确实收到了 并让他们下次 把金蔚来奖杯用的作品带过来 于是两人疯狂爆肝 午休吃饭都来不及 最后这篇漫画 取名为一侦探 终于到了金蔚杯 发表作品审核的时候了 剑集非常期待这一天 如果金蔚来奖杯 没有入围的话 他们连载也没戏了 自然动漫画也没戏 更别说和亚头结婚了 剑集告诉两人 没关系的 这部作品真的很有趣 主人公的设定也很有型 他相信一定没问题 此时两人接到福布的电话 金蔚来奖杯确定入围了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确认连载了 吉布非常高兴 甚至自己掏钱做饭 请两个人吃 还提醒最高 要给亚头发消息 剑集现在负责给两人做饭 最近亚头也拿到了新角色 他有些担心最高的情况 毕竟最高最近天天爆肝 马上要有期中考试了 就不能拖延一天吗 求人表示不行 结稿是绝对的 求人后知后觉 要入围金蔚杯 还需要获奖 真是太紧张了 就说入围的作品还不少 最高决定 明天过去问一下 他已经熬夜两天了 就为了交稿 听到班上的女生 还在聊一个歌手 最高放学后 连路都走不稳了 距离金蔚来奖杯 结果出来还有三个月 在这之前 他们每周都要交一篇稿子 现在还剩下六话 他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不然无法编上高中编连载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一定要努力 结果两人刚到编辑部门口 就看到钟景和一个妹子聊天 看起来似乎在讨论什么 那个妹子长得特别漂亮 温婉 据说他们是参加了金蔚来奖杯 这个妹子叫苍树红 之前一直没有人给他画原作作画 于是钟景接手帮他画了原画 最高想起 这是之前组长劝他姐的任务 而这位苍树红小姐 上来就说 最高他们之前画的故事不好 认为那样的故事不适合少年们 而他幻想类的故事更适合一些 之前他是画少女漫画的 他的女孩子画的特别可爱 之后就有苍树红来打草稿 他来戏画 自己出道的事情就堵在这上面了 但是他没想到会和这两人竞争 钟景告诉两人 编辑部那边比较看好福田的作品 据说入围的作品一共有四部 37 38 合并登上看的是福田的作品 39号是最高他们的作品 40号是苍树红和钟景的作品 41号的作品应该是另一位作舍的 登刊越早的越被看好 不过苍树红也不喜欢福田的作品 他认为福田的作品里面有出现毒品 这种作品不应该出现在少年漫画杂志里 而41号的缤纷世界那部作品 据说讲述的是用歌声改变世界 他们没能看懂 但调查结果显示还挺不错 画风似乎也很新颖 与其说是像漫画 更像是绘本和音乐剧 他觉得太超现实了 有些接受不了 但是苍树红却说 他喜欢那样的作品 非常有艺术性 能够感到梦想和希望 钟景已经完成了苍树红的捧跟 此时秋人接到了福布的电话 秋人表示他再不想输给苍树红 但他们也知道 这两人绝对是强敌 毕竟钟景的作画也是比较悠久的 问题就在于钟景太像是苍树红了 恐怕苍树红说什么他就会画什么 但对方是直笔 当主导也没关系 他们还是先管好自己的作品吧 福布收到了他们这次的稿件 表示已经充分感受到两人的决心 所以接下来会替两人开连载会 虽然已经投稿到了金未来奖杯 但是他也没有要求他们必须要拿到第一 毕竟金未来奖杯的入围作品调查是不一样的 这篇有支持作品和不支持作品两个选项 为了公平起见 编辑会看两边的评价 就算两部作品一部分支持高排名低 另一部分支持低排名高 编辑部也会选其中之一成为第一 并且朝外部公开 而这个支持率就是越早登刊的作品越有利 而第二作品肯定会被拿去和第一部做对比 关于这个问题 福布糊弄了过去 他告诉两人 这次登刊也并不容易 只要作品有趣 应该都能获取连载的机会 当然 他也希望两人能够获得第一 福布感慨 他个人不希望最高他们输给缤纷世界这样的作品 不过 这个话本来不应该由编辑来说 求人闻到了瓜的味道 所以准备来问一下 不过最高的目标是获得第一 他想获得第一 早点连载 然后追上英二 福布告诉他 英二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他在此前连载的作品 人气一直都是排名靠前 漫画三卷 人气累积到了两百万以上了 就连编辑部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现在都在紧急加印了 求人已经开始疯狂计算版权费 听说那边有人提出了动画的建议 但是福布没有打击两人的志气 而是鼓励他们争取就获得第一 他也希望两人能够超越英二 要知道 他第一次看见两人稿件的时候 就在编辑部说了 他们或许能在三年内超越英二 他至今都没觉得那句话说错了 最高说三年或许来不及 但总会有一天 他们一定会超越英二 谈判话后 两人干劲满满的离开 求人感慨 福布能够成为他们的编辑 真的太好了 然后转头就发现 最高睡着熬了 而求人他们并不知道 那个编纷世界的作者其实大有来头 原来这个家伙 惊人就是娱乐圈著名的歌手 而且他在演唱会公开宣布自己准备退圈 并打算成为漫画家从头再来 还公布了自己画的编纷世界 让粉丝替他投票 福田大早上收到这个消息差点气死 这也太卑鄙了吧 他准备和中景编辑部抗议 问最高要不要一起去 最高表示他们还要先上课 他会先和求人商量一下 求人知道这件事后也觉得很卑鄙 要知道他们大家都是公平竞争第一 结果这家伙直接公布了自己歌手的身份 让粉丝去给他投票 就连歌手的编辑也觉得这样不合适 毕竟原本公开是在获奖之后 事实上歌手的目标就是让粉丝给他投票 他的目标就是在各个领域取得第一 成为人人羡慕的人上人 而最高他们也集合准备去找编辑抗议了 因为福田长得比较凶 所以保安和前代小姐姐都被下了一票 虽然他老老实实的填了单子 还申请见组长 组长一听 来的四人都是经未来奖杯的入选者 顿时就明白他们的懒意 所以他立刻呼唤了两队的编辑 表示砸场子的人来了 果不其然 福田直接提起了这件事 部长表示 年轻人可真热血沸腾 阿雄拦住了福田 最高这才想起 福布之前说过 不想最高他们输给编分世界的作者 看来早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了 而阿雄也告诉福田 对方这样做其实也并没有什么错 反而还提高了编辑部的销量 可话虽然是这样说 可其他的作家该怎么办 他们可是赌上漫画内容一决胜负 对方竟然靠粉色就能投票超越他们 组长表示 你们要是不愿意上的话 还有其他信任想上 粉丝投票也是人家的优势 而此时的最高突然看向部长 他想起两人曾经说过 漫画只要有趣就好 所以最高决定了 不管对方是否有优势 但读者只要看到有趣的故事 就一定会投稿 是好是坏 他们都能分得清楚 所以他们只需要再画出足够有趣的故事 超过对方就可以了 即使对方的粉丝投票再多 超越他们拿了奖杯 但那也不是他真正的实力 无论是书是赢 只要看过漫画读者就会明白 没想到福田认同了最高的话 所以他们决定三组互换分镜 互相成长 也算是公平竞争了 福田决定 把最高他们带到英二那里讨论 英二一听 非常欢迎他们到来 中警也邀请苍树红一起 服部特意帮他们打印了稿件 所以他们匆匆的来 又匆匆的走了 部长表示 没点火气想成为人气漫画家 是不可能的 众人下楼的时候 就听到路边有粉丝 在讨论歌手的事情 这家伙人气果然很高 中警说 苍树红要过来一会儿才来 他表示自己要去车站接人 让他们现在得点心 去英二那里 顺便打扫一下房间 哥们儿 你重点不是讨论漫画吗 最高觉得 能互相讨论进步也挺不错的 因为英二在工作 所以杂物间空出来给他们了 此时苍树红他们也过来了 福田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原作 也很好奇 他的作品是怎样的 他把稿件放在了桌上 准备每个人的稿件看一遍 最后毫无保留的开始讨论剧情 英二也完成了策划 匆匆的跑过来加入 他表示这种情况很有趣 他也想学习一些东西 最高他们也同意了 他们先看的是 仓树红的作品 修人看完后非常惊讶 画的确实很有意思 明明故事内容并不复杂 但设定表现的却非常有趣 福田也看出来 是比较罕见的类型 一旁的英二看得如同坠入童话故事 紧接着就是福田的作品 这部作品虽然修改了之前的作品 但几乎可以算是完全创新了 而且作品中也有他们没有的笑点 丘仁看了一眼都笑了出来 热球的地方和搞笑的地方都很厉害 一旁的英二笑得都打滚了 终于到最高他们的作品了 福田看得冷汗直流 正如最高所说 丘仁的讲故事能力真的很强 这家伙完全可以去写小说了 果然这次最大的对手还是丘仁啊 中京也觉得15岁的鬼才并不是瞎吹的 故事精彩 画迹也很超群 复杂的透析和人物造型 在分镜阶段就能轻松画出来 而且透视特别有技巧 一旦完成 就会成为一部了不得的作品 英二也看得很是激动 轮到交换意见的时候 苍树红却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的作品是最有趣的 只要交换意见 他们两组交换就可以 福田冷敲一声 你那宛容棉花糖一般的故事哪里有趣了 两边很快就吵了起来 苍树红表示 自己的故事才是最有趣的 是福田的故事太暴力了 福田冷笑说 他的故事已经改过好多遍了 出版要比这还暴力的多 少年漫画领域 比他更恐怖的内容也有很多 这里不是什么圣经和教科书 平白无故的给自己上什么枷锁 当然 他也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最有趣的 不单是他 最高他们应该也觉得自己的故事很有趣 既然都对自己的作品有自信 那就没有交换的意见了 苍树红也觉得 自己的作品不会输给缤分世界 福田表示既然如此 那也不用交流了 不光是缤分世界 现在其他三组可都是竞争对手 与其互相评价 不如让唯一中立的婴儿来说一下意见 婴儿表示 论有趣的话 他已经选出最后一名了 而第一名评分秋色 但是说出来的话 第三名就太可怜了 所以他点到为止了 但是他在心中三篇都是一个样 最终他还是没说出结果 而他们确认 自己不会输给缤分世界后 便准备离开现场 秋人感慨 他们今天究竟来干嘛了 回去的路上 最高一直在思考 婴儿说的 平分秋色的第一名究竟是哪两部作品 秋人告诉最高不用那么纠结 他们可以在原稿上缴前再修改一些细节 就到精益求精几个 同时亚斗也收到消息 歌手推圈去画漫画 亚斗听说后也觉得非常不公平 但是很快他们组的表演就开始了 来现场的大部分都是阿宅 剑基和妹妹也在现场 妹妹都快没眼看下去了 毕竟现场走调很严重 但是剑基还是认真地看完了 因为不管怎样 这都是亚斗努力的结果 活动结束后 他们俩还和亚斗拍了照片 最高看到照片后很不好意思 剑基说亚斗现在非常努力 虽然唱歌还是走调 但是为了现场气氛活跃 他可是相当的努力呢 此时最高也收到了亚斗的消息 亚斗说他知道了歌手的事情 但是他相信最高 他们一定不会输 所以最高决定重画奋进 主要是婴儿那句话让他上了心思 如果自己不能做到 让婴儿那样的天才认可 那么成功的概率也不会太大 见急担心时间跟不上 怕他们身体会垮掉 最高觉得丘仁的故事很好 是自己的话拖累了 但丘仁表示 他还可以更加精练一下故事 看完两人的作品后 他也觉得自己可以再进一步 同时福田也记住了婴儿的那句话 开始重新画作品了 同一时间 钟景也决定要努力 两边都打算去拿金奖杯 而其实苍树红也被福田的话说动了 少年漫画也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他决定更改报告 另一边歌手还在接受采访 稿子却是一字未通 苍树红改了后半段的稿件 并且找小胖讨论了 小胖也觉得后半段改的不错 如果自己能完美的实现他的背景设定 一定能拿下金奖杯 一起连载出道 而最高告诉母天 自己要去工作室爆肝 母亲劝他也要好好休息 爷爷告诉最高 坚持一件事是他决定的 但是别忘了身边人的支持 最高点点头 立刻干净满满的开始工作 距离结稿日期还有十天 看起来时间还是充裕的 但是他们得想尽可能把故事化的更有趣 毕竟漫画是没有上线的 各方都开始爆肝燃了起来 剑吉也一直在最高他们身边帮忙 十天下来 所有人都干得眼圈发黑 最高他们完成稿件 立刻冲向了编辑部 这两天最高都没睡过觉 最高表示 在交稿之前他绝对不会睡 开始连载后的每周都会这样 除了紧张之外 更多的是期待 丘仁在找最高一起画漫画之前 还说过要赚大钱 成为厉害的人物 虽然日子过得很累 但是都很充足 而且只要赌博成功 说不定能够成为大土豪 而两个人聊天的声音却被旁边的一个社畜听见了 对方听说画漫画能成功 获得大量的小钱钱 于是好奇的捡起了架上的少年杂志 坏了真正的天才赌徒上线了 这家伙的原型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富监老贼吧 编辑看了两人的稿子也很感慨 果然是受到了刺激 他也很高兴 两人能有这样的进步 但是希望他们之后 过时之前先通知自己一声 他对于这本作品很是满意 也感受到两人的诚意 于是9月8号福田的作品率先上线 比他们第一次看出镜的时候 还要变得更加犹豫 苏豹这边还没有出来 最高表示 与其担心他人的作品 不如收集一下连载需要的材料 银儿也夸福田的作品不错 现在大家都在期待结果 而歌手距离结稿日期还有一周 因为一直在接受采访 他都没有画画 还表示延迟很正常 而下午 福田也终于收到了阿雄的电话 看起来投票结果非常好 因为他都打算画连载的分镜了 小胖打电话通知苍树红 苍树红表示 他对他人的成果并不在意 第二周 最高他们的故事成功也上线了 亚豆立刻去买了当期的漫画 丘人看到自己的漫画 上了少年周破本刊非常高兴 但是最高还是不满意自己的画迹 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加完美 嗯 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嘛 甚至 一上来就跟火影还有海贼王对表 不过看到亚豆发消息鼓励他 最高又充满干净 福田也被这个作品给打动了 他问英二 哪个作品更加有趣 英二表示平手 此时中景有一种不妙的预感 难不成最差的是他们 而丘人也收到了福布的通知 他们的成果似乎很不错 歌手的编辑问他 有没有看过福田和最高的作品 但是歌手压根就没看 觉得自己一定会击败那些没有看的必要 哎 你不输谁输呀 这倒霉孩子 紧接着就是苍树红的作品上线 众人看完之后都惊讶于中景的画迹 而苍树红也改了后半段的剧情 变得非常符合少年伴的风格 看来也是一个不容小叙的对手 很快中景他们也收到了组长的消息 这一次速报结果非常好 中景很是高兴 看来他能和苍树红一起工作 之后苍树红也收到了消息 虽然排名下降了 但支持率却是很高 现在所有人都在等歌手的结果 最后一周歌手的作品也登刊了 但是大家看完之后觉得歌手 更多是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完全没有把内心的想法表达给其他人 福田甚至怀疑这家伙在小看漫画家 这样的作品要是登刊连载了 简直是犹如少年照谱 就连婴儿也如此觉得 歌手收到投票排名的时候 发现自己排在第14名 气得直接把吉他给砸了 果然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 其实他们不是很满意歌手 这样一来 听未来奖杯实际竞争的只有三部作品 虽然结果是在11月发表的 但他们可以在月底就收到消息 说是要在5000张问卷中再统一调查 最高决定先放下不管认真化分镜 与此同时编辑部也非常的头疼 缤纷世界已经被降维打击了 苍树红他们的作品要稍逊一些 而最高和求人的作品 与福田的作品几乎不相上下 最高他们的作品更适合15、6岁的少年 而福田的作品更多投票的是17岁左右 看起来更像是青年漫画作品 有编辑提出异议 如果按照这个看的话 苍树红的作品投票也很高啊 一直纠结到下午6点也没有个结果 最高也有些着急了 所有人都在着急的等待结果 此时电话终于响了起来 三方同时接起了电话 却意外得知第一名只有两部作品 最高他们的一侦探和福田的漫画同时获奖 而中警他们虽然没有获得第一 但是也顺利的出道了 众人感慨 因而说的果然没错啊 将来他们还有机会再和福田在连载上一决胜负 最高决定发消息给亚树报喜 亚树描回了一条 还问最高要了丘仁的电话号码 虽然疑惑但最高还是给了 此时丘仁突然收到了亚树的电话 亚树表示 他之前就想对丘仁说谢谢了 如果没有丘仁的支持 他和最高在高中毕业就可能结束了 这就是正房的气势吗 丫头觉得如果不是丘仁在支持最高和他 他们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所以刚才发短信 让最高认真的感谢丘仁 但是最高表示都是男孩子 他有些不好意思 所以亚树才打来电话过来帮他说了 此时见即拿过电话 告诉亚树这么高兴的时刻 他可以隔着电话和最高说一声恭喜 最高拿着电话十分羞涩 两人上次说话 还是亚树说会一直等他 所以他紧张的接过了电话 结果亚树在那边已经非常羞涩的挂断了 看到两部作品同时登堪 那个绿毛射处也走出了便利店 阿雄看了福田的后续故事 他之前还以为福田无法更上一层楼 没想到这次作品完全上了一个新台阶 就在两边商量剧情的时候 编辑部的另外一个编辑也看了两人一眼 而苍树红对自己的作品也更加精益求精 最高他们的剧情也在不断的升级 同一时间亚树想为之前挂断最高的电话而道歉 他回到家中母亲便看出不对了 母亲怀疑女儿是不是在和几年轻时干的事情一样 于是主动提起年轻时发生的一件事 说当年自己一直在用信件沟通 并告诉亚树 如果一直不去见面 对方会怀疑你没有这个意思 但亚树却不这么认为 就算变成这样 他也会一直相信对方 母亲竟然有些欣慰 而亚树的消息还是没敢发出 之后三人组的稿子都改得非常不错 而编辑组的吉田也收到了平瞒的电话 福布也认可了最高他们的投稿 准备介绍组长谈谈话 并且告诉组长 希望在接下来的连载会议上 组长能支持两人连载 还拿出了两人的分镜稿件 组长也没想到 他们竟然做到了这一步 福布希望组长告诉中人 那两人已经做好连载和学业同步进行 看到他们努力到这一步 组长也只能答应了 终于到了连载会议这一步 两人都没有发现旁边摄出的平丸 还在认真地看漫画认识网点 阿雄收回了稿子回来 看到福布正在统计稿件 问他要不要出去喝一杯 现在不少编辑都挺看好最高他们的未来性 比起下糟心 他们不如出去聊聊 但是能够推荐的稿件只有两部 同时连载那几乎是很少见 福布表示不考虑自己的工作效率 他也希望最高他们的稿子能够连载 两人都很期待接下来的会议 这次他们都要用这部作品取得连载机会 所有人都在等待连载会议的结果 会议开始的当天 作品一更有十三部 第一部作品直接被部长打了剔除 要求修改之后再讨论 交到连载会议上的分镜分成两类 一种是纳入 一种是剔除 剔除的作品经过修改后 会再次进行讨论 然后推出短片测试市场反应 完全不行的话就不采用了 纳入的作品可以作为新连载 根据新连载的成绩来决定部数 近期新连载的最多也只有三部 十三部作品中只有两到三部能够杀出来 而其中有连载经验的人只有四人 新人就算通过也只有一部 讨论到苍树红他们的作品时 苍树红曾经有短片少女们连载经验 作号的钟景画了12年的助理 可以说是老手中的老手了 编辑表示他个人是推荐这部作品的 而且类型也是少年漫中少见的童话幻想风格 最终部长拍板决定纳入 最高他们那边还在紧张的期待 两人觉得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编辑部那边讨论到福田的作品 福田的作品在金奖杯中获得了大量男生的投票 认为是非常符合少年漫画风格的作品 虽然最近的三话有些类似于短片 但这种气势也是不错的 部长表示总之先纳入 接下来的一部作品也被纳入了 已经纳入四篇作品了 部长表示只要有趣的故事就全部先收入 而此时吉田负责的新人作品也被推了上来 吉田表示这个人虽然是个新人 但作品非常有趣 他很推荐 对方虽然26岁了 但是在这之前几乎没有看过漫画 因为偶然看到了少年漫画的杂志 觉得这种类型也能化 所以当天就辞职 一个月后投稿 然后就获得了当月的短片奖 对方在连网点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情况下就投稿 甚至还创造出了可以动画化的角色 外行人一个月就做到这种程度 毫无疑问就是顶尖的天才 当时就突然开始连载 有人持怀疑态度 但是编辑部长看了分镜觉得很有趣 于是将这部也纳用了 然后就轮到最高他们的一侦探了 此时福布也在紧张的等待结果 组长告诉众人 这篇作品对方能够保持连载 哪怕作者现在还是两个高二学生 但是除了交上来的三篇连载内容 对方在画金奖杯的同时 还以每两周一篇稿子的速度 画了接近实话的分镜 内容也不逊色于现在手上的故事 其他编辑纷纷感慨 这也太厉害了 辞职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最高他们非常的紧张 虽然拿了金奖杯 可这次金奖杯三人平去持平 说实话他们都有些消极了 编辑部那边也说 天才高中生有了英二 再等一年就大学连载 到时候就更加轻松 组长却表示 两人把英二当作对手 所以希望高中能够推出作品 如果对方有这样的勇气 他们可以支持一把 而且对方初中的时候就在跑编辑部 从投稿开始基础工就很扎实 可以说他们也看得头皮发麻 但推理故事需要大量的知识 怕他们太年轻 陷入苦战 到时候画不出来 就成了战斗漫画 你说是吧 名侦探欧谈 但即使如此 部长还是表示很有趣 于是选择将连载纳入 这次会议开了很久 会议开到13部作品 选了7部 也不是说7部能够完全连载 他们是获得继续开会 从7部选出其中一些 能够一口气画到10部来投稿 可以说是干劲满满了 但吉田手上也有一张王牌 原上班族转行漫画家的天才 吉田想让他手下的平丸连载 如果是平丸看起来没什么干净 不行的话 这家伙肯定会一下放弃 漫画谁看都可以 但没有才能是画不了的 可是平丸绝对是有才能的人 不能让有才能的人去画漫画 是一种罪恶 会议一直开了很久 编辑部都急得开始打牌 试图冷静了 最高他们始终没接到电话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委婉的拒绝了 其实大家都很想连载 钟景甚至都想和苍树红一起工作了 终于答案出来了 最高他们接到了福布的电话 开口第一句就是恭喜你们 这样一来就代表他们的连载成功了 但比较遗憾的是福田的作品没成功 因为后续故事有一些评的 同一时间 评完的作品也获得了连载的机会 而苍树红也被同时下次开连载会议 最高和秋人手拉手庆祝起来 见急提醒最高赶紧给亚树发消息 亚树听说连载的事情也很开心 讲解之前没能说的恭喜 最高接到福田的电话 福田并没有服输 表示下次还会挑战他们 婴儿也通过福田的电话告诉最高 恭喜他们连载 而自己也很期待他们追上来 钟景也表示下次他们一定要连载 两人丝毫没有放弃的打算 之后最高回去通知母亲 一边上学一边连载漫画 爷爷非常高兴最高做出成绩 而最高也跑出家门 他来到了亚树之前住的那里 讲起了他们最开始的约定 那时候亚树的笑容还历历在目 而此时他却接到了亚树的电话 他终于通过电话和最高说了恭喜 两人朝着梦想又更近了一步 第二天他们本来要跟福布谈话 没想到却被通知换了边界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报告那四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